由這堂復工略營的策展人彭輝來組獎 那因為我本來想說惠宇應該會有 就是會有些提問或是座談 那時間可能就是彭輝組獎 然後是會後再開放可能有些討論的時間 那我想會定這個題目 應該還是跟惠宇的這張展覽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一個主題從自拍照到家庭照片的轉變 我想可能再做好幾位 包括我、惠宇或是王老師 非常非常湊巧 我們好像很多創作從早期很多都是從自身開始 當然對於可能年輕的創作的朋友 可能你在創作歷程裡面也可能會碰到這樣的一個階段 然後也有可能碰到家庭的創作或是影響 那今天靠去彭輝組來談論這個題目 我相信他會舉很多不同的可能攝影史裡面的例子 那彭輝本身是從日本留學然後到博士學會來 我想大量的閱讀還有大量的看展是我對他很深刻的印象 那上一次好像是這幾年前的講座好像是四個半小時 今天不會 那不用害怕 我們會掌控世界 那希望說我們大概中間會有一個休息 就看大概覺得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那希望彭輝可以把握時間 然後呢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留給觀眾有些提問的時間 所以我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彭輝 好那各位觀眾啊 還有各位老師啊 還有這個學生的同學們 我看我們學校的學生也有來一位 滿滿感動的 就是大家好 那我是侯彭輝 等一下螢幕跑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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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坐下來講 那我是這一次這檔展覽 這個 活流幻影的展覽的策展人 那 今天就很高興在展集當中 有機會來跟大家聊一下這個主題 就是自拍照到家族攝影的一個表現 一個轉變 那 這一個這一次的展覽其實是幫我的以前最早的這個大學時期的第一位攝影老師就是羅惠宇老師幫他策劃的展覽 那也是使用了他這20多年來的一些照片作為一個重新編排 那 其實羅惠老師本來他拍攝的照片裡面 嗯 就有滿多是關於這個自拍照特別是早期的系列 那或者是說其實你換個角度想說不定很多照片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自拍照不見得一定要忍在裡面的隊 那 所以從這個時期開始就就對拍自己啊就有一些興趣 那我也是在大學的時候開始有在有在拍一些自己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是滿難的通常我是沒有放這張照片 就就是懷舊一下 這個是十五十六年前左右吧 就是那時候還在還在四秋攝影衣術學院學攝影的時候的自拍照 那 嗯 大家應該看出來就我本來專攻是土木 土木工程 那後來才 念完之後才去台灣的另外一所學校 就是四秋攝影術學院 我相信這邊在座很多老師也都 也都曾經接受過四秋攝影術學院的吳家寶老師的一些指導 然後後來我才出國去念這個攝影的碩士跟博士 那我現在 回來台灣在這個海洋大學任教 那就是有時候也會籌碼一些跟日本方面的一些交流 那剛好疫情期間比較沒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就跟這個盧慧老師剛好三年前 四年前的時候幫他策劃一檔展覽 然後就發現了一些他早期的照片 然後才開始了這次的展覽的一個計畫 那今天等於是透過這個場合想說跟大家來談論一下 自拍照或是家族攝影 這個其實應該大部分人現在開始有 有相機或者是用手機 可能說不定你每天都會 拍一下自己啊 然後傳給家人 或是拍一下家人 再傳給更大的家人的族群啊 那個群組之類的 可能這樣的行為應該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在做 那跟這些攝影被發明之後 那什麼時候開始大家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們現在做的事情跟那樣的事情之間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關聯性 或是有什麼樣的改變 也許也是希望在這一檔展覽 在這個演講也可以讓大家去稍微的想一下 那當然我今天做這個主題 另一方面是可能 儒惠老師的作品 除了早期的 對我來說很多是接近自拍照的意思的照片 那到他後來就是實際上懷孕生小孩之後 所以他的照片裡面有一些是屬於拍攝家人 或者是拍攝自己跟家人 所以在那個狀況底下說不定 到底那個要叫做自拍照還是家族攝影 其實就是或許都可以就對了 所以這個題目也是可能我在看一些作品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們當中吸引我的一些部分 他考量的點就變成是 或許我在思考這個展覽的一部分的來源 那就是混合式的就對了 不是完全的用了誰的方式這樣 好那就是希望今天介紹的時候 也可以讓大家感覺到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先來 想一下說自拍照這個這個詞 現在講自拍照的時候 大家會想到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是自己拿著相機 然後拍攝有自己路徑的照片 然後你就把它叫成是自拍照嗎 那或許有一種想法是這樣的 那但是也有可能說 其實是我的照片 但是我想要這樣被拍 所以我請你拍我 你這樣會不會算是自拍照 對現在你來說 現在大家聽的說 我相信也有蠻多是實際有在創作的人 你自己會把什麼樣照片想成是自拍照 可能每個人的界限不同 或是每一個時期的想法不同 比如說我剛開始拍自拍照的時候 就會有很奇怪的那種想法 就是說我拍攝的時候就是 半徑三公尺內不可以有任何人 就是踏進來 不然的話我的意識就會被污染 那我就再也不是我這樣 那一種很中二的想法 但是我剛開始的拍攝確實都是這樣 你必須要進空就對了 你進來我的行為模式 或者是想法就會改變 所以我再怎麼樣困難 我都要想辦法自己拍自己 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就漸漸覺得說 不用這麼折磨自己 就是我想好之後別人那塊美心 只要這畫面是我要就可以 所以隨著想法改變 其實說不定每個時期的定義也不太一樣 那或許大家在想這個詞的時候 對於現代時代來說 自拍照的話 如果在攝影池上的話 通常會叫self portrait 那可能這個字也有自畫像的意思 它是更早的字 那對大家來說的自拍 可能會用另外一個字 用selfie這個字眼可能比較多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代 現在還是學生的大家們 應該是這樣子想的 所以這兩個就是他們在翻譯上來說的話 通常我就是self portrait 我會叫他自拍照 但selfie我會只寫 我會只會教他自拍就對了 就這兩個東西 有時候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物質上的差距就對了 自拍照我覺得他比較會變成一樣的東西 呈現在你眼前 那個意識比較強烈的出現的時候 我比較把它稱作為自拍照 但是selfie比較像是一種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這個字其實也不是那麼的歷史久遠 self portrait這個字很久 但selfie是大概2012吧 2012年的時候 就是被這個times被他選擇是這個年度的流行語 流行語 流行語裡面的第九位 是這個selfie 那你要知道他變成流行語就是代表說 他需要一段時間 引發大家的都這樣做才會變流行語嘛 所以真正他出現應該是更早 他他實際上最早出現可能2002年的時候 在澳洲的某個網路的論壇上就有用過這個字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爆炸性的流行 所以一直到了我剛剛說的這個2012年 他才變成是十大流行語 所以那這邊的話就變說 我們可能想一下 一開始我講的那兩個字的差距的話 首先當大家不知道字的差距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是要問Google大神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搜尋一下self portrait 然後他會跑出什麼東西 你就會看到說 其實都是這個有名的畫家的 的這個肖像畫的這個內容比較多嘛 這當中可以說幾乎沒有攝影作品 可能有一兩件參照在其中 但是很少就對 除非你再多加一個字 加就是self portrait 然後再加photography 他才會跑出比較大量的攝影家的自拍照 那這代表什麼事情 這代表說 這代表說self portrait這個字的這個 他原始的定義或者是 比較根深蒂固的用法 其實是固定在這種 繪畫裡面 就是畫家某個時期 一個畫家他可能生涯當中 通常都還是會有幾張自畫像 那也許是用他當時的比較擅長的畫風 或者是用色 然後去對當時他自己的一個 對自己的觀感 去再現他當時的一種形象 那有時候是看著鏡子畫 有時候也不見得看著鏡子畫 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想像 那但是self portrait的這個有一些畫家 他是比較大量的在畫這樣子的內容 那例如說像范古或是林布蘭特 這兩位可能就是畫留下比較多 比較多這個字畫像的作者 但實際上來說即使如此 大概他們的生涯留下來的可能也沒有超過百張 就是數十張的程度 那其餘的畫家的話就是可能會留下幾張 就是在不同時期的時候畫一下自己 但是不見得那麼大量 也就是說他有沒有把這個東西 視為他的一種表現的一個主題就對了 所以我們在講攝影的自拍照的時候 其實蠻大的成分是從這樣子的概念衍生而來的東西 但是那個用法還沒有覆蓋掉它 所以你搜尋的時候不太容易出現大量的這個攝影照片 就是因為這樣 那如果用另外一個字用Selfie去搜尋看看會變怎樣呢 就會出現這些東西 那就代表說這個字沒有任何繪畫的東西出現 所以它很明顯的是攝影專用的用語 而且還不是攝影專用的用語 你要看一下這當中的這些畫面有什麼特性 你可能會看到另外一個東西常常在裡面出現 它出現另外一個手機對不對 代表說Selfie這個東西是 就是手機出現之後 而且特別是要能出現之後 那在能拍照手機出現之後是蠻後來的事情 大概是2007年之後 就是沒有那麼歷史久遠 但是這個字卻已經讓你們更生帝國 真是蠻恐怖的 所以它不是 它看起來就很像是生活照 所以其實是一種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比較是抑制這樣的意思 然後這當中的話 你如果去再去查一下 有一些字典可能會寫 他們可能就是會 你會伸手去拍自己 所以你的手腕 你的手臂會被拍在照片裡面 的那種照片比較叫做Selfie 然後另外就是你通常會看著鏡頭 或者是故意偏看一下 然後做一些奇怪的表情的那種照片 就是絕大部分可能是那樣的東西 就是那樣的東西要達成 就是要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iPhone 現在大家都有 iPhone一代 你如果有全新未開封的話 這個就可以賺大錢 那我相信應該很少人有 那我自己擁有iPhone其實很後來 大概2015年之後我才有 之前我就是用iPad 就沒有再用iPhone 所以我留下的那個字 拍那種照片就很少 當時的解析度是320x480 你看看你能不能看得下去 但是在當時是超級鮮明的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這個手面裝置 可以這樣子顯現照片 是跨時代的發明 這個是一個條件 有這個東西你才可以 有一個隨身可以這樣拍自己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它要爆發性的成長 還需要什麼條件 就是這個現在你們已經 下面比較年輕的朋友們已經不用的東西 叫做Facebook 這個到我還蠻 這個比iPhone還要早 這個2004年就出來 剛出來的時候都不知道它什麼 它是有那個什麼好友申請 我都以為是詐騙 我就一直防它 防了5年之後 我2009年才開始使用它的對話 後來發現好像不是詐騙這樣 我就已經玩了5年才開始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其實 它沒有普及速度那麼快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概念的一種 在網路上交流的形式 所以真正普及之後大概也是2010之後 比較普及 那你們現在比較常用的社群媒體 可能會是這個 就是IG iCon有換過三次 然後它就變成說到2010年的時候 因為前面有Facebook出現 所以這個概念的普及 就稍微的快了一些 它就是不用幾年當中 它就已經突破了 兩年就突破了3億的使用者 那所以到現在應該還是有很多大學生們都會使用它 而這兩件東西加起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們使用它的行為 就是每天可能會拍照片 然後發現動或者是 就是不一定要寫很多字 可是我就會把照片放上去 所以大家會透過照片去分享彼此的狀態 的這種都是要透過這種社群媒體 而且是可以穿送影像的社群媒體出現之後 然後iPhone變得便宜 每個人都可以賣之後 才出現的行為 所以它到2012年才變成是世界補給的一種現象 才出現 而這個呢 其實也跟這個 有一件 有一個作品 這個是叫什麼呢 Eric Castells 這個是一位這個荷蘭作者 然後這是他在某一次展覽裡面所展的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在展什麼東西 就是一堆照片 現在大家可能不太喜歡照片 對不對 那這個作品是寫說是攝影的24小時 那這個24小時是什麼意思 就是當時有另外一種網路上的社群媒體 叫Flickr 就是大家拍了一整天的照片 回家才會整體電腦挑幾張上傳 然後下面可能有人會說 這張不錯這張不錯的留一個言 這樣就沒有那麼即時的那種交流行為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 這個是一個2011年左右的作品吧 這個作品在一天之內 它把這個上傳Flickr的所有照片印出來 就變成它的展覽 而這個展覽就是裡面沒有它拍的照片 它只要告訴你一個現實 就是你們現在所生活 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已經被影像給淹沒了 每天人們製造這麼大量的影像 充製在生活裡面 而且是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看 互相交流的一種形式 所以這幾件事情加起來 就是剛剛iPhone出現 社群媒體出現 影像爆發性的成長之後 才出現了大家這種 我隨時隨地要拍一個我的狀態去告訴別人 我在做什麼 所以這裡面為什麼要自拍 如果是攝影家的自拍照的話 self portrait 那個字的話 它比較會有一個攝影家的主體的意識 它想要表現它的某一個時期的狀態 還是它想要表達它是什麼立場的人 透過影像去傳達這件事情 那個在拍攝之前的意識的主導是比較強烈的東西 但selfie不是啊 selfie就是我現在也可以這樣拍一張 就是上傳說現在正在畫臉演講中鬧這樣之類的 那就是它可以很日常很隨意 幾乎你到一個新的地點 你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拍美麗的風景你也這樣子 你去展覽的門口你也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在排隊你也這樣子 然後要翹課前你也這樣子之類的 就是老師上課無聊我走了這樣之類 你也會這樣子跟同學講嘛 就是變成說它其實是一種溝通方式 那這當中它後面有沒有那麼強烈的創作的這種意識主導 其實不見得 但是問題是說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做呢 就是你如果再去細探它後面的一種想法的話 還是有可能是還是可能有它的目的的 只是你沒有那麼強烈的意識到 就是你非常需要跟這個世界產生連結的那個需求 我要誰知道我現在在這裡我就在這裡 不要忽視我那樣的意思就對了 你可能是傳給你的特定的人知道 但你也可能傳給不特定的人知道 看你使用的社群媒體是什麼 每個社群媒體的這種用法 私密程度不太一樣 所以Self Portrait對我來說比較有創作的成分 而Selfie是日常心 現代人的日常生活行為 但是不代表它不能變作品 如果你有意識性的去整理它 把它挑出一些脈絡的話 也有人用這樣子的方式在做創作就對了 對我來說大概有這樣子的差別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來看一下 那世界上如果我們用Self Portrait這個字的話 那世界上最早的Self Portrait是誰拍的 就是誰開始了這種行為 然後大家開始一窩蜂的這樣做 其實大概也沒有馬上一窩蜂 但是有人開始做了 對不對 好這個是在攝影師上比較常被提到的一張 好這一張照片呢 是這一個畫面本身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右下角是有這個提名的 就是Self Portrait 然後是一個Nees的人 他在扮演一個Nees的人 的一個狀態就對了 所以他用自己去演出某一種 某一種他自己的狀態 而這個為什麼他要這樣做是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理由的就對了 這個人是叫做 我如果用日文的發音是叫Ibolit Bayaru 然後他在攝影史上的貢獻是 他發明了一種技術 然後這個技術拍照起來呢 可以直接變成照片 所以他用的就是他的技術 有一點點粗糙的 但是是紫 是紫的技術 但同一時期 如果有學過攝影師的人知道 攝影最早的 最早的實用性的攝影技術 就是叫達蓋爾銀板色 他是一種金屬板 鍍銀的銅板 像鏡子一樣 那是由另外一個人所發明的 而那個另外一個人呢 因為他的搭檔非常的給力 所以他們最後就是征服了世界 也不算征服世界 就是他的技術成功的 就是公開給全世界 讓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就認定 他是攝影的誕生 這個實用技術誕生的始祖 但事實上他是同一個時期 跟他在發明的技術的人 只是他的技術沒有那麼的細緻 但是也是很厲害 而這個人 他除了扮演自己在 逆史是在做什麼呢 他就是在做一種表演 在抗術 為什麼大家都對另外一個人 這麼的好 這麼的禮遇他 那我在這裡 我也做了很重要的事 卻沒有人理我的一種 跟世界抗議的行為 用攝影的方式 所以你看第一張拍這樣的照片的人 他就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然後而且另外就是 他還裸了上半身 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張裸半身的照片 就是他打成了很多 第一次就對了 第一次這樣拍 就做扮演 然後就裸上半身 還不止如此 他還寫了一封信 就寫說 你現在看到 有點像第三人在說 你現在看到了這個 巴雅倫的屍體 然後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都景仰他 就是他有很多的名氣跟威望 他的想像 然後但是卻沒有錢 因為錢都給了另外一個人 那個攝影發明術的那個人 就是他發明了一個技術 法國政府覺得這個技術很好 所以要把他買下來公開給全世界 他每年就可以獲得一筆 他就是可以躺著 就是活到老的這筆錢 但是這個人沒有 所以他就說 政府給達蓋爾 達蓋爾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搶走他的地位的人 給他那麼多的錢 結果這個蓋爾都沒有人理他 所以他很可憐 他就跳水自殺 就是命運作用人 就是寄生與何生亮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他用另外一個角度在看待他自己 所以如果你把這樣的東西表框起來 他就是一個當代藝術的 當代攝影的一個作品 就是很多人就是現在在拍的自拍照呢 其實還是有這樣的概念在 他在表達某一些社會上 對自己不太有利的處境 我用身體的表列去告訴你這件事情 只是告訴你的方式不同 甚至現代人的自拍照 還沒有他那麼強烈 再另外加上縫性去強化這個特質 所以真的是第一張 就做了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好 那這是一個攝影發明時的一個小故事 但其實真的要論誰拍的第一張照片 其實可能還有更早的 1839的 另外一個人 他是 這個人他所利用的技術呢 就跟這個人不同 他用的是大概銀板攝影術 只是那個技術本來不光很久 所以他這個可能拍了十幾分鐘 才拍起來 但是他就只是一個念頭 想要用這個技術 趕快確認一下這個技術 是什麼樣的感覺的東西 而他把這個東西朝向自己拍攝的 時間點比較早 所以變成是第一張的自拍 但是這個比較接近selfie 10到15分鐘的selfie 他沒有要講什麼事情 他就是要把 他就是要把那個技術拿來拍拍看自己而已 就對了 而這個人是有要講事情 所以這個我會把它叫做self portrait 這個就是19世紀的selfie 比較困難達成的selfie 好這樣大概可以知道他當中的差距 好 另外就是呢 自拍照的話 我們剛說那個行為本身呢 其實到了19世紀的這個攝影的技術 很大的程度是為了服務人們想要留下自己的肖像 所以大部分就是大家會去照相館拍一張自己的照片 然後放到一個小盒子裡變成某一種像是隨身攜帶的一種像熟識一樣的東西 所以攝影家們開始用照片去傳達自己的處境或者是說去呼應自己的心情 然後去拍攝自己的風格的自拍照 這件事情其實是比較後來才大量產生 大概是20世紀之後才有 19世紀留下來自拍照的東西其實沒有那麼的多 就對了 並不是沒有但是就是不是很多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到了20世紀 接下來給大家看的可能幾乎是20世紀的那個自拍照的東西 這裡面可能就有很多是屬於這種拍攝自拍照的時候 你在看自拍照攝影作品裡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的一些手法 一部分不是全部 例如說用肖像的方式 這個當然剛剛那種一開始直接用那個技術拍的那種 在照相館裡面拍的那種就是屬於這種 肖像畫或是肖像照的處理方式 那有一些是會拍反射 透過反射面去拍自己 等於鏡子還是水面 那這個扮演就是第一張照片 它扮演某一種角色 那個角色可能跟它的處境有一些關聯 那拼貼可能用好幾張照片去把它拼成一個形象 那或者是把照片模仿成像繪畫一樣 那這當然後面有一些理由 有時候是因為攝影一開始不受到重視 大家不覺得它是藝術 那那個時候的藝術的網道是繪畫 所以我的攝影如果可以模仿到很像繪畫特質的話 好像就有某種藝術性存在 所以有一些人在挑戰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相機攝影的意思是說 把你的相機給拍到裡面去 在自畫像裡面呢 通常就是畫自己的肖像而已嘛 憑空或者是看著鏡子在畫 但是畫出來是肖像本體 但是在攝影的自拍照裡還蠻常出現 攝影家跟自己的相機一起出現的這種照片是蠻多的 而這件事情在Selfie裡面是不太會有的 你可以想像Selfie通常是這樣嘛 所以你只會拍到你的手 除非你這樣拍的時候後面還有鏡子 或是你拍個鏡子這樣子去處理它 才比較會出現 所以但是在手機還沒出現之前的 20世紀的攝影家們在拍自拍照的時候 相機出現算是一個蠻常會有的一個行為 只是每個人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二我就是可能裡面有兩個很像我的形象 不管他怎麼達成的 他可能是用鏡子 他也可能是用 例如說攝影的技法 重複曝光 或者是在弄一個很像自己的東西等等 總之裡面有兩個以上很像自己的東西 的那種好像在對話 那或者是利用影子去創造出我的特定的形象 而不是我的本體 那這個就是把自己藏在畫面裡面 就是行李早早看我在哪裡的那種 隱身於畫面之中的 或者是把自己的形象變形 透過那種哈哈鏡還是某一些反射的曲面 你就可以把自己特定的形象給捕捉進去 還有一些就是眼睛 會靠近距離的靠近眼睛去拍 那這種拍攝有時候會連相機也拍進去 因為眼睛也是一個反射面 那看出去就好像一個魚眼的一個世界這樣 定點觀這是攝影裡面的一種手法 就是說我固定的拍攝同樣一個地點 我今天也拍明天也拍後天也拍 一年後也拍兩年後也拍 讓你去感覺到明明都同一個地點 可是時間的改變 它有個東西漸漸的改變 這種是最容易看出時間變化的一種做法 我本來是拿來拍這種工地現場 正在蓋愛沛鐵塔 所以蓋到一半就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 還是東京鐵塔還是晴空塔 其實你都找得到這種照片 但是在拍自拍照的時候也有作者有時候會採用這種方式 去讓你看到我什麼地方變化 我的狀況什麼地方變化 用這種形式去讓人家感覺到 所以方法非常多 這裡外的也有 所以自拍照是要顯現你的個性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表現什麼樣的自己 不是只是要看到你長得怎麼樣而已就對了 所以這邊只能舉一點點 例如說把相機也拍進去的話 這兩種就是嘛 這個就是比較大型的相機 那你就會覺得 其實這個畫面有一點特別 你覺得這個相機怎麼好像這裡白白的 好像融到畫面裡面去 他的輪廓還有點黑黑的 這個是這一個攝影家叫Man Ray 他發明了很多實驗性的攝影技法 這是他的其中一種技法 叫做中途曝光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黑白反轉的感覺 他這樣拍的意思就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技法是我的代名詞就對了 你看到他就要知道是我 所以攝影家把相機放進去的時候 有時候還會加上自己獨特的拍法 讓人家感覺到說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那個政治上標的感覺 那右邊這個就比較單純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格式不太一樣 這長方形這正方形 那是因為這種相機就是在拍正方形的相機 他是往下看拍街頭的 就是很安靜 然後你也不會讓人家感覺到你在拍照 所以很適合拍街頭 而這個攝影家也拍了很多街頭照片 但是他也留下了幾張自己的這種自拍照的時候 就是把自己常用的相機跟自己拍照的畫面裡 那這個當然應該是對著鏡子拍的 所以這個就比較常見 這也是很常見 你擅長使用什麼相機就跟那個相機一起拍 好那這邊是女性的自拍照 好那這兩個也都是用很大的相機啊 這種相機就是以前都要架三角架彈拍啊 攝影發明剛開始的時候 每一張相片都幾乎都要架腳架 因為它曝光很久 所以沒有你想像的那種很自然的我啊 這種畫面沒有 攝影從一開始就是各種擺弄 操控操控那個畫面要怎麼樣 就連一個肖像都要把你固定個十分鐘嘛 所以不是自然的東西 好那這兩張畫面的話呢 首先他們拍攝的雖然都是大相機 可是感覺給人家不太一樣嘛 那你會覺得說誰的拍照技術比較好嗎 看起來的話 沒有感覺都很好 好這個呢通常以畫面來看的話呢 可能這個人的構圖比較方正一點 而且他的光線也控制的比較好 這個是叫林布蘭特光 就是那個林布蘭特 這邊會出現一個倒三角形的這種光線 從斜上方打下來就會有這種特性 然後他手上還拿著一條線 這個線是控制那台相機的快門用的 叫快門線 所以它是正面的拍攝 應該也是對著鏡子拍攝 而且還把它按下快門的動作給你看 這就代表說我掌控了一切的意思就對了 而且這個構圖就是它跟相機一半一半嘛 我是很會使用這個東西的人的那種衣食生講 好那這張就不太一樣啊 它上面空的東西好多啊 而且好像還斜斜歪歪的 門感覺好像變形了 然後打光好像也不是很好 只有半邊的也有光 這叫陰陽光 或者是就是雙面人的時候 有時候會這樣打就對了 好那 然後他頭也歪歪的 就這種感覺跟這種感覺給人的印象不同嘛 這個比較 比較 憂鬱一點的感覺 陰鬱一點 這邊好像很有自信對不對 好 實際上這個就是 某種程度是反映了他們的個性的照片 至少是那個時期 所以這個人的技術是真的很厲害 他的很多照片都非常的 就是接近完美的那種感覺 而他的照片是有很多不一樣的特性 那這個時期是他懷孕的時期 所以他拍攝的時候會讓你感覺到比較多 好像不是那麼的穩定的那種氣氛 所以即使同樣是用那麼大的相機把相機放進來 你還是可以表現你當時的感覺是什麼 從畫面你是看得出來的 那這個呢就是傳統肖像 但是沒有那麼傳統啊 這兩個人就很搞怪 例如說你這樣看到這兩個人 你會覺得他 他們是很服從社會的各種規定的嗎 就叫你八點來上課 你就會八點出現的那種人嗎 應該不會 他就在家裡拍這個都不來上課的那種人 那他們雖然這個構圖本身是傳統 就是肖像半生胸上兆上兆的那種感覺的肖像兆 但是你看要不是戴了一個面具 這個面具感覺還是很反骨的面具 就是很反胖的那種意思 這個人還在頭上弄了一個腳 而且他還從下面打光 下面打光這個通常是鬼片裡面出現 告訴你我不是正常人的那種意思 所以其實就算是構圖本身是肖像的感覺 他到底是很乖乖拍呢 還是是很反胖的呢 其實是很容易觀察出來就對了 實際上我都沒有在介紹攝影師是什麼 因為今天只有兩小時 這個沒辦法講他們的故事 已經有人在秀手機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再去查他們的其他照片 你就會知道他們到底有多不乖 就是不乖到什麼程度 要小心都是欠自己的畫面 不要怪我說沒有提醒你這樣 好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惡我 這個人在看著自己 而且這個自己還有點透明 他就是說這個是自拍照 如果我死了的話 這個 這個你要想說Photoshop很簡單啊 還是叫AI要創出來很簡單啊 框起來 這邊再來一個我 出現了 那是現在 這是1970年 所以這是用底片拍的 那當然如果你知道熟知相機操作的人的話 你會知道有一種手法叫重複曝光 就是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你在過片 讓那個底片不要動 然後再拍另外一邊 所以你可以先站在這裡拍一張 在這邊再拍一張 而這個透明就是 重複曝光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營造出 後面的東西有曝光到的話 人就會產生某一種透明效果 就比較像是幽靈的感覺 這一個作者 他為什麼這樣拍呢 也是跟剛剛的Man Ray有點像 他這個就是他的那個政治商標 他很常使用多重曝光的手法 或是連續的畫面 所以呢 他就故意拍了一張自己 也是要告訴你說 欸你看到的這種感覺就是 就是我的照片 這個是Draw Michaels 他的照片也是很有趣 比較沒有那麼限制期 跟剛剛那兩位比起來 好 那這個是比較近期的作者 前一陣子才來台灣的 叫尖石花 好 這個作者的話呢 他就比較特殊一點 他沒有用特殊的攝影技法 但是就有兩個他 怎麼做到的 其中一個是假的 其中一個是 那種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做 他平常之前拍的是拍性愛人偶 性愛人偶 然後去把他當成是孕婦 就把他肚子剖開 塞到這東西進去 他想像性愛人偶如果懷孕的話 那是他的最早的企業 後來他還拍了一些這種 模擬的攝影師上出現過的 某一個世界的照片 然後這是他在後來才拍 他現在在拍的就是人型 定制的人情 跟自己的形象 他一直在想像這種 人型 如果今後的人們是跟人型 一起存在著的世界的 到底是什麼樣 其實已經漸漸在發生了 大家應該已經開始有看到各種新聞了 有些人 在定制各種人型 他們就跟他們一起生活 然後是一種 他沒有要維持傳統的那種家庭關係 好 所以仔細看 你還是看得出來他們的差距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他的假 但是他拍的很多 會讓你幾乎快要感覺不出來 就對了 那他是大量的使用人型在拍的作者 所以這個二我的拍法跟剛剛是類似的 他是告訴人家說 我是專門用這個東西在創作的人 就對了 所以他還有加入日本人型玩具學會 這個專門在研究各種人型的內容的東西 好 然後 這個呢 這個是另外一位比較 年紀比較大的作者 那 他是日本蠻重要的一個攝影家 土田鴻美 如果翻成中文的話 十七大広蜜 這個呢 就是一個月曆上 好多好多自己好多自己 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如果再放大仔細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1987年的1月29號 1988年的1月30號 1989年的1月31號 1990年2月1號 很遺憾那天沒有拍照 1991年的2月2號 這樣你大概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他要做一個月曆 這30天是30年的意思 這30年的2月份 我怎麼樣變化的意思 而這個概念聽起來很簡單吧 每天拍一張自己的肖像就可以了 問題是你有沒有辦法執行到 就是想法很簡單 執行很困難的一種東西 當然他還有其他月份也有這種東西 他為了要展這個東西 要拍30年的意思 這某程度算是一種定點觀測 只是他的背景的資訊是把它去除掉 他就是要他這個主題的一點一點的改變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老去 老去 臉怎麼變化就是 就是人類這種生物老去的一個 最 最不可思議也是 你如果一口氣看到的話 它就是一種存在證明 而且每個人都會 只是當你沒有看的時候 你每天變化一點點 你不會感覺到這件事 這是非常直接的視覺化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 他到現在應該都還在拍 他只要每天 每天的各種場合都會拍 有一次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就 我有一次剛好在廣島看一個展覽 他是來座談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吃飯 然後他就說 對我今天要拍那個 然後說我知道那個 然後他就說那你幫我拍那個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因為說 就有一張那張是我拍的 但是不是在二月 我遇到他是在五月還六月吧 如果有展五月的六月的那一張 應該是我們拍的 但是這個東西不管是誰拍的 沒有什麼關係啊 想法是他的 執行力也是他的 重點是他每天記得做這件事情 三十年後就可以這樣做 目前為止也只有他這樣做 所以才可以變成是 有那個力道的東西就對了 他是每天 他的定年觀就是每天會單位就對了 好 那你如果要試試看這個 每小時會單位的話 也許可以超越他 但是你可能會死掉 好 OK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幾種 是我剛剛說的那一些 那種自拍照的一些類型的事情 那是不是我們有講到 扮演這種行為 扮演的行為 從攝影史上十九世紀的第一張就扮演了 那二十世紀的人們 我剛剛說很多攝影家都在扮演啊 那那些扮演的 比較有名的例子來說的話 這位應該是非常有名 叫做Sindy Sherman 好這個大概是他是二十 二十三到二十六七歲的時候拍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一下他的畫面 就是你看得到裡面有肉身的部分 就是有肉體的部分 都是他的意思就對了 稍微的看一下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講解很多 我大概只截取了五張 那世紀拍了很多 好 所以 他到底在拍什麼東西 你們看得出來好像每一張的角色都不太一樣 那你會覺得這個角色有 你有看過這種角色嗎 就這種角色形象嗎 是你平常覺得 覺得在哪個地方有看過的嗎 好像有 但是好像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 例如說 我常看的電視劇啊 還是美式的那種影集裡面啊 是不是有時候可能就會有女性啊 躺在這種飯店的床上啊 或者是家庭主婦啊 還是 還是類似那種女強人要下班啊 但是 他的拍法都有一些 詭異的地方 例如說這個是打了閃燈嗎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不是他拍的 是別人拍的嗎 他在裡面 這種只打閃燈 然後背後全黑的這種感覺 是會有一些 如果你在影集裡面有這種光線的話 就感覺這個等一下會出事的那種感覺 回家路上 好像等一下會有不祥的事情發生 那或者是說呢 像這種 這種畫面 他在看著 他都在看著 他不是在看鏡頭啊 他在看畫面外面對不對 所以就是一個 外面好像有什麼東西 而他的表情也不是那種 就是看著 就是剛Selfie說的 要擺出怪表情 然後或者是可愛的表情 沒有這種嘛 通常都是一種 有點怪怪的那種感覺 好像有點害怕 或者是 不是很開心的那種表情 所以 他的照片會讓你去想說 這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張照片 到底是外面的什麼事情 讓你感覺到說 他會有這樣的感受就對了 而那個外面的那個是什麼呢 是這個 這個 他所生活的群體 還是是這個社會 還是是這個國家 或者是你 某一個看不見的存在 讓這一些角色們 變得不太安穩的意思 而這些角色們 剛剛說的 好像哪裡看過 好像沒看過 其實他就是大量的可能 採用了一些 在當時的一些影集當中 會出現的女性的傾向 但是是沒有特定的哪一部片 所以你不太容易指出 他是哪一部片裡面出來 可是會有那種氣息 會有那種感覺就對了 而這些營造出來的 都是一些 你會讓你感覺到詭異的 這個也是打了閃燈 後面暗暗的嘛 這種 這種手法是 好像離家少女 但是你會覺得說 可能等一下也是會有 不太好的事情的那種畫面 所以他有一點 有一點藉由自己的扮裝 在提醒大家 為什麼 大家會這樣子覺得 這個是女性的一種形象 為什麼你的潜在意識裡 會有這種感覺呢 的那一種提醒就對了 但是他用了 大量的自己扮演各種 這樣的角色 去傳達這樣的事情 而這個內容 他是在20多歲的時候做 大概拍了70 其實 將近70張 應該是69張 而這個系列 後來有出書 是有把它給整理起來 Untitled Build Stills 就是電影劇照的意思 那 他的這組作品 很特別的地方是 在1995年的時候 紐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美術館 紐約近代美術館 他是整套收購 他的所有系列作品 那一般來說 通常美術館在收藏系列作品的時候 可能是挑你這個系列的某幾張 因為那是代表性的畫面 但是他的這組作品是全部 我就代表說 他在做的這件事 他想要用全部去模擬一個 一個這種當代大家對於 那個社會對於女性的想像的時候 這個行為是重要的 所以他必須要全部買下來就對了 所以這是很少見的行為就對了 好 所以他是在攝影師上身為女性 然後扮裝做自拍照的一個很知名的作者 關於他的討論當然也有很多 我剛剛所講的可能也只是其中一種想像 你看的時候可能還可以再想到別的事情數定 好 這是屬於扮演的部分 然後 那我們現在就時間一口氣跳了很多 突然就跳到了這個 1976年出生的 然後這位作者叫做Hero Mix 這是他的藝名就對了 他不用本名在活動 好然後這位作者呢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 算是出道嗎 他就發表了作品 然後受到了肯定 大概在他20歲左右的時候 然後他受到肯定的時間點 如果他是1976的話 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 在日本得到了很大的獎項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作品有什麼樣 特殊的地方 Girls Blue 這是他第一本攝影集 1996年的時候 那他得獎應該是1993、94所有 那是他後面的時候出的第一本攝影集 他所拍攝的照片呢 其實看起來就很日常 這是他自己 就非常的繽紛 然後可能是他去各個地方 他的身分是模特兒 模特兒跟DJ 他還有出CD 我還有買過 所以他很多工作現場 就可能要住飯店 然後可能會收到人家的花 或者是跟他的模特兒朋友一起出去 的時候 他用傻瓜相機 當時的傻瓜相機去拍了很多 自己大量的生活時候的照片 然後這樣的照片 就是很純粹 很高中女生的那種生活 日常的那種感覺 而且都是很靠近他的東西 在當時他這樣的拍攝裡面 可能都是在他半徑的三公尺以內所拍攝的東西之類的 就他看到的東西 看到的食物 收到的花 還有他拍攝的自己 例如說他在飯店 可能住的飯店 他就有拍一張他自己的這個影像 然後上傳 這本攝影集 不是上傳啦 就是印出來 這本攝影集的這個書 書的外面的這個封面呢 你如果把它翻開的話 裡面是有他的這個 上半身的裸照 他裡面沒有 他裡面的裸露程度是到 穿內衣為止 但是這個裸照是藏在這本書的這個背面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本書 記得要買有那個書皮的 有沒有書皮差很多就在這裡 好 那這樣子的內容 在引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流行 變成說在當時的日本攝影界 而且因為這個人得獎之後 蠻多的女性高中生就看到他得獎 他是一個年輕的女性加模特的形象 所以就大家覺得說 我拍攝我的日常就是很多人會喜歡 的那種風氣就開始產生了 所以在當時其實日本社會 或是攝影界裡把這樣子的一種內容 叫做這個女子寫真 女子寫真 好 這個名詞現在有一些爭議 現在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有一點便宜的意思就對了 因為你可以想一下說 女子寫真她的 她既然有這個女子寫真 她的對立面是什麼東西 就是跟她相反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男性的大人 因為日本就是很大男人的這種 男性社會主導 所以基本上在九年代之前 女性要出來變成攝影家 而且還自己出書得獎的 這個機率是不高的 比較少見的 但是他們允許了這樣的東西出現 就是說 因為你們這個女生的這種 年輕女生的這種日常很少見 然後又很繽紛 所以你們這樣拍 然後看起來好像 大家看了會很開心 所以就把你們叫做女子寫真 有一些人會覺得自己被貼標籤 所以當時被貼標籤最嚴重的就是這位 就對了 所以她是女子寫真裡面的一個代表 她也是最早被肯定 後面在那個時期漸漸有女性的攝影家出來 結果大家都被歸類在女子寫真 所以他們就很不高興 但他們的不高興要到現在比較能夠表達 當時九年代的時候還是蠻封閉 那他們如果是二十歲左右 被例如說四五十歲以上的評論家說 女子寫真的風潮的時候 不太有力量去直接的反駁她 他們可能還是接受這樣的評價 可是四方覺得其實每個人做事都不同 為什麼你們就用女子寫真來包括這一切 所以現在有一些作者就有一些反彈就對了 好 那這個作者的像這個是書的第一頁 那我剛剛說的這個最外面這一層這個書皮是這個 這邊其實還可以再翻開來 你可以把它翻開來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應該是編輯者的意圖 我相信可能不是攝影者的意圖 但總之攝影集最後變這樣對不對 好這個是什麼東西 蛋 三個蛋黃的蛋很營養 好 好 當你編輯的時候擺在一起的照片 你是要一起看的 就是為什麼一盤蛋後面要接這張照片 你感覺得出來嗎 食 食 身體 身體 好 你把這個想成身體 那你想蛋裡面最有價值 營養價值的是蛋黃嘛 蛋黃的這個位置分布 不就是臉啊 跟胸部 那樣的那種感覺嗎 所以 這樣子排的那種感覺說 在我看來其實都多少 如果是我來看 我會覺得有點歧視的意會在 但是同時也表現了說 大家對於這樣子的女性的 年輕的肉體跟他們的生活是 有某種欲望 想要看的那種欲望 而他也願意給你看 他就很大大大不覺得這個被看有怎麼樣 他就很直接表現自己 但是就受到評價 對不對 而這個書的最後一頁是這樣 吃完 那這個中間就是那些啊 他的各種繽紛的生活啊 還有可能有比較裸露一點的身體啊 跟他的年輕朋友們 就是 謝謝你知道 就飽餐一頓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 然後那個書一 你也看到就是裸露自己包覆這整本書嘛 所以以我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編輯應該是蠻有意圖性的 但是這個我不確定 我要再檢驗一下 但是這個意圖性本身也是 如果現在來看 你要批判也是可以的齁 好總之是他的底本攝影機就對了 所以 談到女子學生的時候 他引起的風潮跟 因為他用的是傻瓜相機嘛 誰都可以使用 所以真正攝影一開始出現都必須要白拍 但是你想說 我想要拍很自然的自己呢 其實要到這個時代才可以 因為相機變小了也容易使用了之後 我才能這樣大量隨意的拍生活嘛 當然你會覺得說 我現在用iPhone拍的也是我的生活 而且很日常跟他一樣 我也拍蛋啊 對啊 但是那個感覺 你要想你現在的這種感覺 回推30年前他是十足啊 在iPhone還沒出現前還是這樣做 所以如果現在大量在拍日常生活的女生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要看一下說 以前的人是有做 在這個時期有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們獲得了什麼樣的評價 然後你再去想你現在的行為 跟他之間有沒有什麼樣可以呼應 或者是對比的 我覺得會比較好就對了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還不知道他 所以不曉得其實你現在拍的日常生活 曾經有人這樣子使用過 但是可能時代背景不同 所以大家看待的角度也不太一樣 好 那我剛剛不是說 有人就是比較 比較 覺得說 你們為什麼把我們都叫女子寫真嗎 就是現在有人開始反叛了嘛 對不對 反叛者 頭號反叛者 就是他 常討有理之 他也是大學時代就出道 他比剛剛Helomix在大三歲 大三歲 好 他的作品呢 他出道的作品 其實我要後面一點才會介紹 他在大三還是大四的時候 就得了一個日本的 有一個百貨叫PARCO PARCO所辦的比賽 他在裡面得了大賞 然後因為那樣而受到矚目 可能先稍微看一下他的 這裡可能跳一下順序 看一下他的出道的時候的照片 好 他出道時的作品是這樣子的東西 名稱叫Self Portrait 但後面有寫Brother 29號 就是自拍照跟家人自拍照 跟媽媽 跟爸爸 全家 但是他們拍法就是 他都是 所有人全裸 去拍攝的家族照片 那你就會想說 就是這樣子得大獎 那你可能想說 那就是全裸的照片吧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吧 各位 你就想想看 你今天敢回家說 媽我們來拍一張 就是脫掉我們來一張這樣 不敢吧 即使到現在 我都覺得說 要執行這樣的事情很難 而且你也不要忘記 所以我們剛說的 他們出現的年代是1990年 那一個時期是什麼 是日本就是泡沫經濟剛崩壞的一個時期 但是在那之前呢 就是賺大錢嘛 鈔票隨便撒 然後要招計程車 還要拿一把鈔票的那種時代 然後地皮都長得很高 那那個時代是日本戰後的某一個世代 他們共同建築起來的一個世代 所以如果他們的 也就是他們爸媽的這種世代 那如果小孩子想要挑戰爸媽 就是現在都脫掉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一樣的 平等的這種話 我相信他們家可以 可是我相信其他的家庭 在這是我剛所說的 戰後可能已經是五六十歲 他準備退休了 但是那個年代那些好經濟 是他們打造起來的那些人 看到這種照片會不太舒服的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讓你的小孩子 這樣子去挑戰 沒大沒小的這種照片 所以 他的照片本身是有一點在抵抗那樣子的觀看 就對了 你也可以看到說 他雖然全裸了 可是 你看得到性真嘛 你看得到他的形象 可是 你看他的頭髮 就是一個 不會讓你覺得是 我印象中的女性 所以 這個是什麼差別的 剛剛Sindy Sherman是 故意用了 你會覺得女性 她是要 讓你覺得 這邊你想要 這裡不想要 荷包蛋 但是這裡上面要放苦瓜 的那種感覺 懂嗎 就是要造成一種 視覺上的不是 這不是我想要 就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我想看這裡又 這裡可能不是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他把家人 比他大的世代的親人一起這樣拍的時候 其實他的作品的批判性應該是非常的高喔 非常的高才對 即使是在他大學時期拍的這個東西 但是在當時他所出道 所受到的矚目 比較像是說 年輕女 年輕的大學女生 就是全裸的照片 然後出道 比較像是這樣 因為有話題性 有就是記者要下標題就會這樣下 所以變成說 大部分的人要 要去感受到他當時其實是 那個反叛式也是針對一種 父權社會的反叛的那個意思 可能不容易 那麼容易就被看到 再加上當時有女子寫生的這個 這個稱謂壓住他們 所以後來 他的作品就 我覺得是比較挑戰性的就對了 雖然是自拍照 但其實跟家人 這也是我等一下會提到的事情 然後 他現在呢 他現在其實有出 有一本是自拍照的攝影集 反而是比較晚才出的 他出道的時候是跟家裡一起拍 而這本攝影集呢 Self Portrait 這個是三年前左右出的吧 然後是從紐約的出版社出的 這本書呢 就集結了他 按照時間的順序 把他的這個 把他曾經 年輕的時候 到他現在的各個時期的自拍照 放在這本裡 包括他跟家人自拍照的不一樣的角度 就是不是真正他一開始的這種角度的 他可能就放這樣子的感覺的 去代表說他整個的 身為一個女性的不同階段的變化 好 那這些 有一些也是使用到的 例如說像反射或者是長逆啊 就是讓你去發現的 例如說還是這裡 這個 好 那這種照片大家 你看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 你會就是看你會覺得開心嗎 就是年輕的女性的裸露 跟剛剛的Kilomix的那樣子的畫面比起來的話 他這個比較像是故意為之的 就是說 而且是故意用的比較著劣 就是不是那種把自己打扮超漂亮 然後去露出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明星的那種拍攝的寫真集嘛 對不對 他這個比較像是說 好啊 我知道你喜歡看 我就給你看怎麼樣 開心了嗎 的那種 想要嘲弄當時的那個男性觀點那種做法 所以他用得很浮誇嘛對不對 而且不是要把它拍得超級漂亮 但是裡面有那個要素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就超挑釁的啊 但是只是 只是還是被規律在女子寫真啊 所以他現在很不爽 他就 他就真正 現在變成是 年紀比較大了 他就 去重新念書寫論文啊 去寫說 當時的女子寫真 怎麼樣對待我們才不是呢 這樣子類 出論文去告發這個攝影界 好 所以 裡面的形象很多都是有一些很反叛 但是反叛有時候是很刻意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形象都是 都是 同時具有女性的特質 但是也是想要對抗某一些視線 所以 自拍照自己演出 或者是他有時候沒演出 但是那些形象本身都是對抗外來的 視線的一種 一種手段跟做法 這個部分不要忘記 好 那也有一些就是比較日常 或是甚至有些好像拍得比較失敗的畫面 不像他一開始拍的家人那個 其實拍的還蠻好的 那個都是有setting過在拍嘛 這個就比較是更日常更自然一點 但是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順利去排序他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表情 有時候也會有不好的表情 或是這個是底片的第一格或最後一格 有時候會曝光的那種東西他也拿進來就對了 他沒有要在這個地方強塞那種 他本來比較強烈的意思的那種東西 他可能 我的看法是他這整個 你從頭看到尾應該就可以感覺出來 他是對這個社會有效法的人 不需要刻意的做那樣的畫面 也有那樣的意思就對了 當然他還是有那些系列 但是這就是那些系列的背後 你要再串起來的話 這些照片單獨也可以成立的意思 那他當然也會有懷孕照片啊 甚至這一張超挑釁的吧 你要想說的孕婦的形象 應該不是這個 有一次他的東京都寫的美術館 有一次他的個展 大概他還40多歲 快50歲的時候的個展 這個照片 就是你一進去 你會看到我剛剛看到的那個 Tag的裸體的那個系列 就他剛開始得獎 然後因為他的設計就是 你走到這個鏡頭要走回來 才可以到另外一邊嘛 你走回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巨大的這個牆面對著你這樣 非常的 非常的 不改他的風格就對了 所以他從來沒有想要順應 這個社會上對於女性的一些 要就是淑女啊 或者是搖乖乖啊什麼的 沒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抵抗到底就對了 那到後來當然他也有小朋友出生啊 跟這種可能有一些經驗照片的 把照片放在照片裡再拍 這也是一種說法 或是用影子啊之類 去描述他一些現代狀況 所以他看起來是蠻自然的 而且每個時期的不同的感覺 不過你可以感覺到這個人 他的從年輕到現在的一些變化 還有包括他對社會的一些態度 我覺得是一個值得大家認識的作者啦 本來也是非常有個性的對 你要跟他講話小心一點就對了 好然後盧老師說要休息一下 所以剛好三點 那我注意到 我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剛到三點 這樣應該是有掌控到 好 大家現在吃個蛋糕一下 好 到這邊其實當然自拍照 到這個現在都還有太多太多人在拍自拍照 但你把握一些剛剛所說的那種拍攝重點 或者是說他是要藉由這個形象去傳達 或者是描述自身的什麼處境 抵抗外面的什麼樣的人的觀看 其實自拍照是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的嘛 你如果不喜歡那個對象 你不喜歡他只看我們美美的 我就用醜醜的去給你看 這就是用攻擊 視覺上的攻擊就對了 所以自拍照其實是一種攻擊 你可以這樣想 保護自己的手法 好 那家族攝影的話 我們這邊要突然再轉到家族攝影 也就是我們剛剛最後看的長島有理之 他一開始的自拍照裡面已經有家人 他的命名裡面 甚至括號裡面都寫家人的名稱 所以其實自拍照不是只有自己在裡面的形式而已 他仍然可以藉由把自己跟誰放在裡面的時候去傳達某些事情 所以他有時候不是切得那麼開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說 如果從攝影師上來說的話 家族攝影的話 是什麼樣子的一種感覺 或者是什麼樣的起源 可能會有一些不太 除了這裡面以外也有很多種 例如說最早的可能是大家會去寫真館 就是會有人操作相機的那種拍照的地方 去拍一張自己的特定的家族成員的照片 合照 那或者是某一些特殊的時刻的時候也會有拍照 那不然就是針對家族裡的某一個成員的長期紀錄 而這個紀錄有可能是你單獨從主觀視點的紀錄 或者是說用一個第三人稱的視點在拍攝我跟那個人 那也有可能 那另外一種是有可能拍攝者跟被拍者之間有一些互動 那個互動是什麼 就是可能互拍互相拍然後放在裡面 但是那個計畫的執行者或是想法可能是攝影師的 所以最後是他的作品 或者是兩人共同創作 雙人組的這種瓜 有時候也會有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例如說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 但我沒有給你們講這一段 因為講這一段 就剛剛三點就沒辦法吃蛋糕 所以就真的說 最早的攝影是 打開銀板攝影 是一種金屬的 鍍營的銅板 好 那一種時候其實就有在拍自拍照 不是拍家庭照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個是一個金屬板 但是那種東西其實是要放在一個盒子裡 這是他真是的樣貌的畫 那這個東西小小的不會太大 通常他放在那個盒子 大概就是我手 我手畫的這個大小 是比較常見的size 還有更小 那再更大的可能 就通常是要表框 然後掛在牆上 那這個每一個國家喜歡的形式不太一樣 那有些像歐洲可能比較喜歡 是在那個身上的 美國的 美國比較喜歡在身上的 歐洲可能有的會掛起來 那鍍營的銅板 因為上面有銀其實蠻貴的 所以通常大部分人拍都是 小小 也就是說攝影像金屬出現 也不是誰都拍得起 一開始不是誰都拍得起 所以你會發現初期的那種攝影的 不管是肖像照還是家族照 大概也是 就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 稍微不是那種最平民的那種人 在拍的 而因為那個東西的大小不大 所以通常放進去的人數 大概就是兩三人 它會是比較是一個物件的感覺就對了 那個物質感是很強的 而且它是實體 實體照片的對 然後不適合大人數 那通常是直幅的拍攝 但有時候也會有橫幅的 那不適合大人數拍攝 就是我剛說的 尺寸及費用的關係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原因 那攝影的這個技術在出來之後 大概過了十年左右 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技法 叫做火棉膠絲板攝影樹 那個時候的攝影是用 它的底片是玻璃 等於說你在拍的時候 那個玻璃就放到相機裡 它拍出來就是底片 然後那個底片要怎麼變相片呢 就是用那個底片壓在另外一個 沒有感光的相子 然後再去照光 它就會反轉 黑白會反轉 然後就變成是相子 所以變成這個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不用再使用銀 它不用再使用镀影的銅板 就是材料費會減少很多 但是它也有一些拍攝的麻煩的地方 總之這個是絲板攝影 我這邊放的這個作品 其實是剛剛我給你們看那個 人形攝影師那個 尖石花的另一組系列 它在拍攝的 看起來像是嬰兒 但是這些嬰兒也是人情的 的那種照片 那它為什麼要用嬰兒加上絲板 那等一下我給你講 然後我剛剛說 這個玻璃拍出來應該是負片不是嗎 應該是就是底片的那種感覺嗎 黑的地方是白的 白的地方是黑的 可是為什麼你看起來是正的 那是因為它後面墊了黑色的紙 如果你從側面看影子就知道它是負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轉變就是 在這種底片上面呢 它如果有感光的地方的話會累積一定值 沒有感光的地方的話就是空白 所以那個空白的地方呢 就是沒有光線的地方 它會被這個黑色的 背後的黑色給透過去 那有感光的地方 它就會擋住一些這個黑色 雖然看起來會比較白 所以後面透過墊 黑色的東西它就可以達到 黑白反轉的效果就對了 所以絲板攝影的展示 有時候會用這樣的形式 那這只是技法上我只能講這 就是不然大家都沒辦法吃飯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這個技法出現之後 攝影的方式有改變 因為它有底片的 大概影板攝影的致命的缺陷就是 它不能複製 它就是拍好就是那一張 而且它直接正向 那直接正向 而且會左右點倒 所以如果裡面有文字的話 就是會左右點倒 但沒有文字的時候就還好 變到這個的時候它是底片 所以它同一個可以印複數章 然後你只要印的那個面 把它倒過來 它就可以印出正的 左右是正的影像 所以到這個時期的時候 它的生產費用都降低了 就這個技術搭配另外一種橡子 叫做蛋白橡子 使用蛋白所做成的橡子 那個橡子很便宜 所以它就可以大量的生產 而到這個時期 大家就覺得拍照沒那麼貴 所以就開始比較多人 可以擁有自己的相片 好這個時候的最盛行的相片 就是這種東西 明片型的肖像照片 它長得就像明片大小 然後上面的 這個是比較硬的卡子 上面貼的這個影像本身 就是蛋白做成的橡子 然後它等於拍出來之後 把它剪下來貼在上面 然後這個是一個法國的肖像攝影家 它所想出來的方式 你就是在一個玻璃絲板上面 把它同時用好幾個鏡頭 就可以分割拍攝 所以放一次底片 可以拍好幾張的意思 那這樣的話就很容易製作很多的 這種小想照片 它有申請專利 所以就引起大流行 這邊有一個一分鐘的短片 你可以看一下當時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人八年的版本 這看出來 19世紀的這個社群媒體教練 就是靠這種卡片 你可以在那卡片去拍 你喜歡的自己的形象 表達你的態度 對不對他剛剛這樣講嘛 就是表達你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人 然後去用這個跟人家交流 然後他的這種卡片呢 他們用的相機就是 一口氣可以拍八格的 或是九格的都有 那所以只要裝一次那個玻璃底片 你拍出來再把它切下來 就等於一次拍了八張 對不對 你可以分割拍攝就對了 這樣就不用一直交換 因為絲板攝影就是 你在拍之前才要調藥水塗在上面 拍完要馬上顯像 不然他就會感光會失曉 所以他比較複雜一點 最好一次就能夠拍比較多張 就比較方便 那這個的話就變成說 同樣的照片 你如果同時開兩格 就可以拍到兩張 那如果你想要省一點的話 可以就是一張 下一個就換一個POSE 所以就可以拍很多張 不同的POSE 那你就可以像是名片一樣 跟人家交換 那他這個把它剪下來 貼在這上面之後 後面通常會 後面通常會有的是 那個攝影館的資訊 就是哪一間拍的 那你覺得不錯的話 那我就去那間拍 那樣的感覺 但是有極少數後面是 沒有寫攝影館的 反而現在變得比較稀有 對不對 在拍賣的時候沒有寫的 有時候還比較貴就對了 好 那但是這個東西大量生產 剛剛有講 大量生產到說 當時甚至在報紙上 還要爭說 有沒有雞可以貢獻給我們 就是因為他需要雞蛋 真的那種程度就對了 好 所以當時就會有一些 這個叫什麼 名片風 翻證中文名片風 就是說這種東西出現之後 肖像攝影市場需求 開始產生了 你們現在是不是會買 我也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買 買一些球員卡 球員卡 球員的各種資訊啊 然後後面 就是會收集那種東西對不對 或是明星的照片啊 那個行為 這個時候就有了 1850年就有 他們甚至有 肖像館在拍特定的名人 然後你跟他用訂閱字 你看訂閱字19世紀就有了 真是太邪惡 就是你跟他每個月付多少錢 每個月就可以收到一個 明星的這個肖像卡 例如說當時有名的演員的肖像啊 還是作者啊 還是文學家 那些的肖像卡 他們就在賣 就在賣那種明星的肖像卡 有名人的肖像就對了 所以這確實是擴大了很多需求 一個是 誰都可以買別人的照片這種需求 當然通常你要買是有名人啊 你不會買沒有名的人嘛 但是你自己也可以擁有啊 所以當時這種卡片呢 它其實是設計兩用的形式 這個卡片長這樣子對不對 他們會設計一種很厚的很厚的像本 從這個上面可以插進去那張卡片 插進去之後 根據這邊開孔的這個形狀 你那個照片就會變成是這種形狀的呈現 那因為你要插進去的是卡片 所以這個書的一頁很厚 但是你擁有這種書呢 就可以放入我們全家的啊 全家的照片 所以這個就是家庭像本的一個原型啊 在19世紀的時候就會產生 因為這個生產比較便宜啊 你如果是打蓋影板攝影 你就沒辦法這樣放 所以要到這個技術出現之後才能夠這樣做 而且會變很多 所以剛剛所說的這種 賣別人的照片也可以變成自己的生意 那還有就是自己的照片也可以整理成這樣 那你就可以傳到後市去 如果你想要買這個東西 你就上網打這個 CDV就是剛剛的名片型照片的縮寫 Photohelpen 這個的話大概你在eBay買是買得到 根據這個的保存的優劣程度 還有裡面的照片的數量 價格會變動 但是是買得到的 然後這個是家庭照片的出現 大量的出現啊 少量的出現的話 當然攝影音發明的時候就有了 那這種形式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特別的時候 大家會拍照 那是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例如說這是很大人數的照片 比較大人數的照片通常是等到玻璃板的時候 因為玻璃板的面積比較大 你要記住一點 就19世紀的照片是沒有辦法放大縮小 它多大就是多大 我拍的底片多大 我就只能夠洗一樣大小的照片 因為我要把它壓在巷子上面去照太陽光啊 然後再去顯影機子釘 它沒有那種可以把那個影像投影 然後變得比較大的這種裝置 那個叫做放大機 如果大家有用過艾伯倫知道 那是20世紀以後才有的 所以19世紀的照片就是 你要多大張就要拍多大張的底片 那玻璃要拍很大張其實也是很笨重的 所以大張的照片在19世紀是不多的 好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你就會看到說很多人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朋友躺在這邊 這個其實是這個小朋友已經死掉了 死掉的時候會找他的重要的親朋友來 然後大家一起拍一張合照 在當時19世紀中期的時候有這樣的習慣 那這種習慣的話呢 就是19世紀中期開始出現然後產生流行 大概到19世紀末期左右就比較漸漸的消失 那當然這有些原因 首先就是因為這個是攝影發明初期沒有太久 所以如果小朋友在當時的醫學技術沒有很好的狀況底下 他如果比較早就死掉的話 有可能他在生前沒有留下過任何一張自己的照片 我們剛剛說到這個時期才開始照片變比較便宜嘛 那這種技術出現以前只能夠有肖像畫 而且肖像畫有錢人才能畫 也不是誰都有 所以我們沒有擁有過自己的一張客觀的 用機器記錄下來的很細緻的一個肖像 所以至少在他死掉的時候想要留一張這個東西 而且想要讓他好像跟我們還在一起的那種念頭 是這種相片誕生的原因就對了 好 所以這種都是 這當然比較明顯的 像剛剛這個是比較不明顯 也就是他有時候會故意想要讓他比較不明顯 他死掉的這件事比較不明顯 那你就會在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就比較會覺得他可能只是當時的某個狀態跟我們同在的那種感覺 好 所以這種大人數的合照反而在這種時候出現 本來實際拍攝的時候不太會這樣子拍 好 那當然 有很多種 很多種 他們有很多種拍法 例如拍起來像睡著了 坐在椅子上 那旁邊當然這個可能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然後這樣子 那也有一些會佈置一下 就是睡在床上 那看他是什麼樣的宗教 或者是說他喜歡的花或是什麼 就用這樣的佈置方式去留下 他的死後的照片 死後才拍 就是生前來不及拍 所以死後拍 等意思就對 好 那這邊的這種 中間這個就是 就是剛剛說的 靈片型照片 左邊這個有這種東西的呢 是更早 他要不是 大概影版照片 要不然他就是那種 用施反做成的 這個叫アンブ羅版 就是施反攝影的底片 後面在墊黑色隆布 讓他變成是正像 把它裝在盒子裡 都有可能 但總之是 就是這個之前的事情 對 以那個激發來說 好 他們就開始 大量拍這種東西 拍到已經有專門 就是專家都出現了 就是怎麼樣把眼睛打開啊 他死掉了還可以站起來 你有看到他後面有個架子嗎 你們應該有買過模型 還什麼的 有的模型要站穩的話 後面要有個架子 插在身上還是固定頭脖子嗎 就是那個的大型板 他就是讓你覺得說 他用盡任何方式 讓你覺得其實他是活著 張開眼睛還是站著 這也是張開眼睛 中間的其實已經死掉了 其實做到這裡 是稍稍已經有一點開始 稍微有點過頭了就對了 但是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也許他就從來沒有這個人的這張照片 他死掉如果火化還是土葬 我再也看不到這張臉 所以我只能用一個 我最想要的方式把它給留下來的 這種念頭太過強烈了 好 那也有一些是更強烈感受到死亡 這仍然是名片形象片 但是他的台紙是 他的卡紙是黑色 那當然可能是對應到這樣的畫面 好那就是可能是他哥哥啊 還要跟他一起握手 他就算他把棺材要立起來 立起來拍 好 這些都是當時有實際被拍攝過來的東西 那像這種也是 可能是小朋友死掉 全部人一起來 或者是伴侶死掉了 其實死掉的話 那他可能拍一張 他好像還跟他一起躺著的這種 都是這個時期曾經有做過的事情 所以也許現在角度來看的話 會覺得有一些奇怪就對了 但是實際上在攝影史上是真正存在過的時期就對了 而且還蠻大量 那到後來就是漸漸拍攝成本越來越低 人們都可能在生前就留下自己的照片了的時候 死後可能就不會特地的這麼隆重的把所有人 召集起來去拍這種東西 但是在過世的時間點 仍然有可能會拍照 我認為還是有可能會拍照 只是說不一定會用這種形式 好然後那我這邊要跳到突然跳到大概30年前 有一個日本的攝影家 他把自己叫荒惠經緯可能有人聽過 引起爭議的一張照片 他把妻子過世的時候 他的妻子就是罹患癌症 然後他在最後半年的期間就是住院的時期 他來來揮揮醫院的那個過程 他有拍照下來 然後甚至拍到他死去 然後就是在棺材裡看他最後一面 然後火化 整個過程他都有拍 然後他出成一本書 攝影集 叫《感傷之旅動之旅》 那這個畫面引起了當時的蠻多的這個議論就對了 有的人覺得他不應該把自己妻子的死給公開 或者是給人家看 或者是把他變成書 不知道他抵抗的是哪一個層級 這三個層級都可以抵抗 那這個畫面總之他有公開 而且他是有打印的 傻瓜相機有打印 就是打印說是什麼時候拍 所以是1990-129號 這個書是葛格爾年書的 然後這邊有一本小小的是他們兩個人共同養的貓 因為他很喜歡這隻貓 那可是在他生前來不及做這個書 他很期待 所以就是最後他把這本書放到裡面 而過了幾年之後 他又出了這個《感傷之旅寸之旅》 這隻是貓咪死掉 然後一樣是拍了這樣的畫面 當然這個就比較沒有那麼多人攻擊 可是這一張照片在1990的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是蠻多人不能夠接受他怎麼做就對了 甚至攝影界的人也這樣覺得 就是你們也可以想一下就是 重要的親人或者是寵物過世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拍照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會不會拍 那拍了之後你會拿來做什麼 我認為這是現代人其實還是會做行為 我也會拍啊我也會拍 但是拍了之後我可能沒有勇氣把它變成是一本書 那這一位作者是比較奇葩一點 就是他從出道的第一本就是跟他老婆的行為旅行 包含在旅館裡面做愛的場景啊 生活的場景上廁所的場景 他都放到裡面了 他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照片就是顯現他跟周遭的人的關係性的一種媒介 所以他就是什麼都敢拍 然後什麼都敢拿出來的那種人 所以包含這個他也必須拿出來 好所以這個是每個人 我相信每個人自己心中答案不一樣 不過其實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而這件事情當時雖然爭議很大 但如果你回去想一下 那十九世紀他們就這樣做了 所以而且他們還更大費周章 還更把人家眼睛、屍體都弄 都還是即使這樣要拍 那為什麼這個你就會抵抗這麼大 你在抵抗是什麼 你可能可以思考看看 好那當時他們的這個 攝影界對他的一個爭議呢 在這個叫做波納米的一個雜誌的 1991年2月號的時候 曾經有這個他們兩個人 有兩個攝影師家在對談 就是一個叫小三記性 也是前一陣子過世的 他跟荒木經文是同一年出生的 那等於說就是出道跟活動時期幾乎一致嘛 所以彼此當然認識啊 他們就很不能接受這件事 所以在雜誌跟他吵架就對了 好所以這個雜誌就幫他們準備了這個雷台 讓他們上去的PK這樣 然後他們就在上面對談了一些關於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 那這個是這一篇就是你要去找這個 這是國會圖書館 我自己把它贏下來的內容 那他們裡面討論的一點點事情 我這邊沒辦法全部給大家看 那可能一點點就是說 像荒木經維他是覺得說 他可以把很坦然的表達自己人生的轉折 而且最好是很單純的表現出來 我沒有藏什麼 沒有在藏說 其實這裡我這邊是怎麼樣 那邊是怎麼樣 就直接給你看就對了 他覺得這種純粹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就對了 但是小三寄信不這麼認為啊 就是說你這樣拿出來 大部分人不敢拿出來 可是你拿出來又怎樣 荒木覺得說更接近攝影這件事本身了 攝影這個事或者是人 人所想的事 人的慾望這件事情 他覺得這樣拿出來對他而言是極致的瞬間 但是提醒他就是荒木經維這個人講的話 就是你不要全部都相信 就是他常常就是謊言跟真實會慘雜在其中 那包含他的拍攝也是這樣 看起來是真的有時候也是假的 那他雖然他都說他是真的 但裡面他操控什麼事情 你要慢慢去看就對了 但是關於這件事他是覺得 死亡就是一個最無法做假的事情 這是極致的瞬間 對他而言拍攝下來就是 你想留下來的那種心情 或者是不管是悲傷也好 還是就是他離去 他死掉的這個事實 我能夠直接拿出來代表他接受這件事 某種程度可能是這樣 這是普遍的一種人可能都必須面對的一種心情就對了 而小三機器比較在爭議說為什麼要把這種東西給別人看 那他爭議的可能是說你為什麼要把你自己親密的人的最後給人看 但是也許對他來講那不是只是代表他 可能他想講的是一種普遍的情緒也說不定 好這個人總之從他出道的時候就開始搞怪了 他出道的時候的第一本感傷之旅的時候 他前面就用左手寫了一篇 寫了一篇有點像是序文 為什麼他要拍照 他說現在大家都拍時事上的攝影 都作假 那些裸體啊生活都是假的 我拍的是真的 因為就是我的新婚旅行 他就是真的這樣 然後他就是一種小說 我自己的小說 私人的小說 那他覺得是很小說的這種題材 就是最接近照片的感覺 所以按照新婚的順序去拍他了 然後印出來又剛好那個機器比較差嘛 白白的更感傷了 你一定會喜歡 就是這樣寫嘛 反正就是從這個 但是他後來做的事情 確實跟他一開始我講的事是蠻一致的 所以最後大家都覺得 一開始他出新婚旅行的那一本 這個有一點像是師寫生宣言 他這一輩子要做這樣的事 他如果要做這樣的事 妻子的死可能是一個必然的一個過程 就是把那個東西也要拿出來的話 假設他是做這件事的人的話 好 所以就是這兩本書 這一本因為賣很好 所以應該現在要買是很容易買得到的 他這本叫《趕傷之旅、冬之旅》 這其實是兩個作品 《趕傷之旅》本身是 剛剛有寫這個字的 他是1970年的時候 新婚旅行的時候出的 《冬之旅》就是妻子最後半年的那些畫面 然後他把它集結在一起 那這個是《村之旅》 這本就沒有生產那麼多 所以他絕版 這本還比他貴就對了 這本可能台幣大概五千塊 這本可能就不用一千塊 差不多吧 OK 那我現在要說的是說 所以大家自己去想 你能接受這樣的事嗎 或是你會做這樣的事嗎 面臨那個瞬間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不會拍照 或許 那如果你身邊有人要拍 你們共同認識的人死去的時候 你會怎麼看待他 你也可以想 因為這些事情都會發生在你的生命的某個時間點 好 我自己的感覺是 如果你知道了攝影師的發展 的話 這樣的瞬間的拍照對我來說不是奇怪的 甚至可以接受 而且他是直接拍 是他沒有在操弄太多的事情 那如果真要說的話 以前的人的拍照 拍到這種程度的照片 對我來說是比較恐怖的 這個一樣是那個死後紀念照片 但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在想什麼嗎 他在這裡有一個反射面 對不對 所以他為了要讓這個形象在這裡再次出現 就是利用反射嘛 自拍照裡也有反射對不對 好像有兩個他 所以他一定 勢必 移動了屍體嘛 移動了屍體 讓這個畫面變得更美 好 那你要不要做這種事情呢 你在拍攝這個過程中 當你移動它的時候 你到底是在想什麼的 我覺得這背後的思想對我來說比較恐怖 對不對 甚至報導攝影的人 如果一些慘狀的時候 他為了要讓更有戲劇性 他去操弄一些什麼事情 你可以接受嗎 那些議題其實是你們其實要思考的好 這個很明顯是追求美感的照片 到底哪一邊的道德觀比較奇怪 就是這個問題就對了 也許每個時代答案不一樣 好 所以這種照片呢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叫做這個 死後紀念照片 你用那個字去查 會出現很多 這個跟藝術的表現裡面 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概念叫做Memento Mori 這個字的字原是拉丁語 它的意思就是說 世界萬物都會死去 有生命的都會死去 所以不要忘記人有一天會死 你會死我也會死 大家都會死 就是 有點像是警示的一種警句就對了 那 這樣的題材 其實在藝術作品裡面 不管是繪畫還是攝影裡 都有出現 如果是繪畫的話 以前有一個時期叫做 虛空派還是什麼的吧 那個 那一種畫裡面就常會出現 骷髏頭 還是那個 沙漏 沙漏 或是枯掉的花 蠟燭熄掉 你們應該有看過這樣的畫面 你們去找看 那些東西都是要 暗示你死亡 告訴你死亡 與我不同在的意思就對了 但它不是真正的 把某一個屍體給畫出來就對了 好 所以其實各個 各個藝術媒介裡 都有在講這件事 但是這裡面 攝影又特別是在 強化這個裡面 是很有效的一個媒介 為什麼 因為當你按下了每一次的快門 你不是為了現在在看這個東西 當然你現在手機可以看 但那也是數秒之後 正常以前的底片 是拍了之後 好我去洗了 然後拿出來 快的話 也許你當天馬上做 當天看得到 當然很多時候可能是幾天後 或一週後 我現在做這個行為 我按下這個瞬間 我是為了以後我要再看它而使用的 而我現在按下瞬間 就是告訴我說 這個瞬間已經過去了 它不會再回來 那我為了以後的我要看這個瞬間而拍照 照片就是這樣的事情 為了將來而我按下快門 但是你要看的是過去的事物 所以它是兩種狀態融合 它每按一次就是告訴你 我已經喪失了這個瞬間了 它不見了 它不見了 你每一次的快門都在提醒你 你不見了某些事情就對了 所以在照片要 你用照片要表現這件事情是很能夠連結 比其他的沒彩 很能夠連結之外呢 死後今天照片又更直接 它是直接把死亡呈現給你看 死亡的狀態用這種 馬上我要過去了 這個也過去了 那種事情給你看的話 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這種就是把親人很靠近你的某個人事物的死 直接放在畫面當中 這也是某一種家族攝影的表現就對了 那就是什麼東西的失去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在拍的東西 也會有這樣的內容在 只是它是不是直接把死亡的那個狀態呈現給你看 就算不是你慢慢的紀錄 最後有一天可能誰還是會離開的時候 那仍然是一種這樣的事情 它本質上是這樣的 只是這當中可能有一些攝影意圖上的改變 就是我拍這件事是要幹嘛 如果是之前十九世紀的那種東西 當然它是屬於比較不公開的 因為我們實在是需要留下那個人 很重要的人的肖像 他長什麼樣 我需要我需要再次觀看他 去提醒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所以那可能是沒有要表現什麼事情 而現在的例如像剛剛荒木經緯 或者是可能很多的作者 他們在拍攝的死亡 有時候不是單止那個死亡 他可能在表達一種共同的情緒 可能事後還搭配了一些編輯 或者是操作變成是展覽 還是去讓你感受到這件事情 而不是單純就這個人死去 這件事這麼單純 那我認為荒木經緯的那個部分的影像 有一些這樣的效果就對了 所以這可能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邊是剛剛家族攝影裡面的 我剛剛所說的前面兩個 一個是他出現的樣子 跟某些特定的時刻所衍生而來的一種 你也可以說他是家族攝影的形式 那另外我們是回到說 那現代的一些的作者 我們剛剛說本來都是在拍自拍照 可是其實自拍照 如果你跟其他人一起拍 他就變家族攝影 也可以變家族攝影的 的一種形式嘛 例如說剛剛所說的這個 常常沒有例子 好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種跟家人的一起拍照的這種形式的話 當然我們現場其實有一位這個非常資深的作者 就是王小青老師的作品的話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是有看過的 那他的很有名的一組系列的作品的 可以說某一種起點應該是在從這個時間點 那雖然說應該很多人知道 可是可能也有人不知道 所以還是會提一下 這個是就是王小青老師 他去留學的時候的 應該是去的沒有多久之後發生的事情 就是懷孕了就對了 所以他懷孕了就變成說 應該會面臨蠻多的掙扎 就是我可能是為了要拿學位 然後去念書 可是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要不要繼續 或者是我該怎麼繼續的這種 這應該是只有當事人才能夠知道 其實這當中一定非常的苦惱 我並不是女性 但是我都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困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王小青老師很勇敢 是決定要 決定要生下來這件事情 而且還在那邊還可以繼續創作這件事情 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當時應該就是簽下來 決定說做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他不是這件事情要耽擱我的生命還是什麼 他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創作 那樣的意思 所以他就簽下了他自己的名字 而在這個之後 其實他們有一個時期還有 有其他的系列 那我這個官網上面 download下來 就是這個上面的話 就變成說 可能是在過程當中的一些 比較有點像是實際的紀錄 那或者說不定有一點些微的擺拍 但是基本上是比較生活化 那這個就是他的過程當中 也有把這些比較負面的狀態的自己 要不好的自己給大家看 那其實你要想一下 像剛剛那些家族攝影 或者自拍照 很多時候他是把自己 人家覺得比較負面的東西 要把它化為是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就是說 常人來看的是 我自己會受傷 或是不好的狀態 可是如果我可以跨越這些 拿給你看的時候 你會了解說 其實我跨越了一些事情 把這個東西變成是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這個在自拍照裡面 其實是很常使用的 我心情不好 但是我把我心情不好的東西 變成是一支作品 或我受到什麼壓榨 我把那個壓榨變成一個作品 那就是那樣的力量就對了 好 那這個之後他是 過程當中 懷孕過程當中 當然是會很辛苦 那實際小朋友出生之後的 這個系列的話 可能在場應該蠻多人有看過 這個是應該還在進行中的系列 但我這邊沒有 我應該沒有download到最新的狀態 好 所以這個是生小孩的前一天的時候的 這個自喜的拍照 然後下一張就是已經 小孩子已經出生 然後後面有照片 所以稍微的往後看一下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說 這個拍照是可能每隔一年 或者是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再把上一次拍照的東西當成是背景 然後繼續的拍攝 所以一張照片裡面是擁有不同的時間 切片的疊合 而這些疊合本身是看得到這個軌跡的 這就是變成說很強烈的顯現這個時間的改變 而這種形式其實也可以想像成是一種定點觀測 但是它的定點觀測是它的點是什麼 它的點就是上一次的照片 上一次的照片 然後固定 但是成員會發生改變 所以它有一些固定的要素 但是要讓你看到改變的要素的一種方式 好 然後這組系列到現在都還在進行 然後小朋友就進驗掌掌 然後在不同的 不同的時刻表現它不同的狀態 可能在用功會讀啊 或者是什麼時候要畢業了之後 或者是在某一些夢境的場景的一些呈現等等的 每一次都有設定不同的主題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擺拍嘛 就是說是想要畫面之後去執行它的 那這個就比較跟它在懷孕過程中的那種自然的拍攝是不一樣的手法 但是都有自己在內 然後這個是念到什麼為止的教科書嗎 如果我記錯的話應該是 是國中為止還是 國中為止 大家都有留下書的話就可以拍這張照片 通常都念完就會丟掉了 以我來說啦 就是我不想再看到這樣 好 但是其實這個時間點是拍了這張照片 還有另外一個系列的東西 跟這個東西在某個時間點交叉 就是王小金老師還有拍一組作品叫 我的兒子跟我一樣高 那就是當然是每一個時期的小朋友的高度不同 所以他們就用媽媽的身高做一個基準去拍 那當然兒子越長越大的時候他需要站的東西可能就不用那麼的高 然後去拍出這樣的系列 這個系列的呈現比較日常一點 就跟剛剛那個擺拍的來說的話 他的擺拍程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是用一個概念去把它串連起來 然後這個系列在這個時間點他們是交錯的就對了 所以同樣的場景 但是當然可能站的位置有改變 但是代表這個系列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是有交叉的一個效用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像這種有一點漫畫感覺的 其實到這個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那個系列的感覺是 媽媽的自拍照的意思比較強對不對 但是到這邊的時候像兒子如果大到一定程度 他應該每次拍照也會跟你講很多 所以我們這次要怎麼拍啊 或者是他也有一些想法也說不定 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以我來看會漸漸變成是兩個人的自拍照的感覺 兩個人一起在創作的那種感覺會越來越強 所以我就不會把它當成是想成是 全部都是媽媽的意思 到後面會變比較融合的感覺 在這個畫面裡面的人都有都有意識 存在在這個畫面裡面就對了 然後應該這個後面我記得好像還有新的 但是我在做頭影片的時候沒有下載到最新的就對了 所以這也是一種定點觀測 然後用時間大量的累積 而且這個也實際上是有20年以上的累積去做的系列 然後再來這邊是這次的作者 羅惠老師的作品 那實際上就是這一次我們的展 我們的這個展覽的過程當中 本來是因為在數年前 在四年前的時候我們在交納英文空間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策劃了一檔展覽叫 也沒上海行做的 然後那個時候展出了羅老師的各個時期的作品 那這個是研究所時期的 他所做的嘗試的作品 就是把同一個地點的 稍微有些畫面上的變化去把它給拼成一個 看似有點相似的時空 但是卻有時候有人有時候沒有人的一種 有點像是夢境或者是即使感的一種畫面 好 這個系列 他其實創作了很多章是不一樣 用不同的章數去拼起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拼起來我記得 你應該曾經有講過這個叫做生之謎 就是某一種生命的狀態 但是他又有點像謎題這樣的拼湊起來 或者像是拼圖一樣拼湊起來的那種概念 所以像這裡面的話 像有的時候是自己的狀態搭配物件的狀態 然後可能場景是在浴室的空間的這種東西 那像這邊的這個肥皂 應該是在那邊有出現的肥皂 那肥皂也有單獨拍 然後拍成照片之後也有在拍其他的畫面 然後像這個的話是在浴室裡面 他在拍攝這種要出自己腿毛的這種過程 那或者是說像這種也是屬於拼貼的 然後是把像是蛋 蛋跟胸部或者是腹部 就是女性的腹部 比較女性的這個性徵跟生育跟生命 比較有聯想的部分去把它拼湊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聯想其實是很能夠連結的就對了 因為確實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前面即使是年輕女性 我不確定是不是他的意思 但至少編輯也是把女性的重要的部位 他其實用蛋去聯想 或是用花去聯想 其實是很合理的一種做法 但當時的呈現就是使用這樣子 是使用四格三格或者是九格 或者是直的四格去拼湊一個 他對於物件身體跟他當時的心境環境之間的一種 共同的影像的並制的一種呈現 然後這是他在研究所時期的那一種創作的方式的一種表現 那這次李其實有用到那些畫面 不過我們就不是用那樣子的方式在把它做一個呈現 然後這個是2016年之後 羅老師創作的一個系列 叫媽媽的自我凝視 這邊的這個裡面呢 就開始有出現小朋友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這個是 這次展覽裡的也有這張嘛 在七星潭的畫面 跟其他小朋友在玩樂的時候 但是媽媽的表情就是 身影或是表情都是看不清楚的晃動的 也就是說可能 可能肉體在這裡 但是不是一個完整的自己 這樣的狀態到底是什麼的內容呈現 就是小朋友在玩 可是媽媽可能在想的事情是別的 總會有那樣的瞬間就對了 或者是望向遠方 所以這種 這個都是某一種 某一種像那種之前的擺拍裡面 有時候你的視線朝向何處 是不太一樣的感覺 你是面對鏡頭還是面對鏡頭外 那是要表達什麼意思 那你是清楚的還是模糊的 其實都是大家在創作時可以思考的一種策略 他的拍攝裡面就有很多是屬於生活的環境 或者是自己家裡的周遭 然後搭配小朋友的不同的狀態 但是媽媽可能其實在這個時候 她在想的是別的事情 這裡面其實也都還有這種 有時候會有其他家族成員的照片 就是照片裡面在出現照片的這種運用方式就對了 就雖然這個照片裡面在出現照片 像剛剛那個王老師的也有 但是他們運用的那種積極程度是不太一樣 就是剛剛王老師那個是比較 那個照片是要跟現在做對比 而這個是環境以及說他們是什麼樣的家族成員的一種環境的補足資訊 比較是這樣的概念 然後也會有一些這種屬於客家元素嗎 就好像是曬一種乾對不對 所以就是他的這個主照片裡面 除了表現一些就是媽媽在帶小孩時的一些 心境上的一些微妙的變化 或是微妙的瞬間 但是他的環境資訊裡面其實也有帶到他的一些生活的背景 用這樣的方式在呈現這個作品 然後這個可能是小孩子很喜歡很喜歡搭火車 但是媽媽可能有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就對了 讓他們去看火車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系列其實也是一直都有在進行的 那小朋友會如果一起呈現的時候 你就看到小朋友會漸漸的長大 然後他們在不同的狀態底下 不同的空間裡面去呈現這個作品 這是之前在交大的時候的展出 所以這個系列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等於一個系列可能有些室內跟室外 我們稍微有些交錯去處理它 所以這邊都是一些其實有自拍照成分 但是一旦融合了家裡的某個成員的長期紀錄的時候 他也會變成某一種家族攝影 然後是用母親的視角在做呈現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邊會稍微提到幾個作者 是針對父親的部分的一些呈現 首先有一位作者叫喬口浪二 這個作者他所拍攝的方式 他所拍攝的不是自己的家族 他在拍攝的是一個角色的一個集體的群像 例如說他拍攝一個叫做父親的一個聖景 這個也是他在差不多就是我剛剛說 泡沫經濟時期 那時候經濟發展的很盛行的時期 他去各個地方拍攝不同的已經成為父親的人 然後他可能會問他們一些問題 就是問說那你現在家裡的成員你的年寿有多少 你能夠放鬆的場所是什麼 你的夢想是什麼等等 然後去把這些東西給一夜是這個照片 一夜是那個他採訪的過程的問卷去呈現 那像這樣子的作品的話 其實他呈現的如果在這個時代裡面已經變了父親的人的話 通常是經歷過那個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那個過程 所以雖然他是想要針對每一個人的故事去強化說 這背後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職業不同的辛酸 但是他們就成為了父親 而這個父親是現在日本的支柱 以我來看比較有這樣子的概念就對了 從外部去觀察這個社會上父親的職 身為父親的人有什麼特性 當然他這個拍法其實從以前開始就已經過年 他還有拍設一個叫17歲的地圖 就是到任何地方去不管是誰 只要他17歲我就拍 我也問他問題 所以他已經從那個時候就確立了這種環境人像的拍法 等於有人在裡面 也有他身處的環境的資訊在裡面 然後他可以問卷的方式 好 這一種形象是外部觀察的群像 所以不是個體的 不是個體的父親的形象 那在這個作者的話 另外一個作者叫金川普 他所拍攝的 他有出一本攝影子叫做父親 父親形象的一種轉移吧 可以這麼說 這個他的父親就 跟他的關係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的父親是沒有工作 然後領這個 生活補助 然後再過生活的人 然後他就是有事沒事就會消失的人 就是失蹤 那作者是叫他 叫做蒸發屁就對了 他就是每個一段時間消失個幾個月 然後偶爾回來 然後過一陣子又再離開 那有一次他就覺得說 他不太想要再繼續這樣下去 就是說 名義上來說他是他的父親 可是我到底要怎麼看待眼前這個人 所以他決定拍攝他的父親 去反思他自己到底是怎麼樣 看待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當然不是一般的那種家庭形象 而且他所描繪的父親是很弱勢 跟剛剛那樣子很正面很正當當的 然後回答我現在年收多少 不一樣 這裡不可能回答你年收多少 好 他所拍攝的父親的形象其實是很 就是被弱化 很潦倒的 或者是說不如意的瞬間的東西是非常的多 然後他們拍攝的時候 其實父親聽到兒子說要拍他 他大概也沒什麼拒絕說你拍 但他們拍攝過程可能也沒有太多的交談 就只是允許了這樣一個行為 以我來看我是覺得 某種程度有一種心理上的補償 就是他作為一個父親可能是施格的 就是不合格的 跟剛剛前面的橋口浪二的那些 那麼多父親是完全是不同的 他的這個父親是放不進去剛剛那個父親的 所以他讓他拍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那除了他自己拍他的父親之外 他也拍他父親使用的環境的周遭 或者是空間本身 試著去描繪或者是感覺 我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到了後面的時候 他甚至把相機交給他父親 因為他在想各種拍攝方式嘛 所以他給他一台小的所有相機說 那你可以每天幫我按一張快門嗎 類似那樣子 他父親聽到這個 就是他也沒有問他要幹嘛 所以他就 就是他就忠實的做了這件事 就對了 但是不見得每天 所以你就會看到 那個底片 他就是拍完一捲 下次他要來拍他的時候 他就把那底片給他洗 但是他的父親在過程當中 其實沒有看過這些照片 因為他可能一開始也不在意吧 他就只是答應這個行為 他對他在做什麼 可能沒有感興趣 但是就留下這些照片 所以你會發現這當中 其實有一些微妙的變化 就是很像爭執的形象 這跟剛剛那個慈吉他庇洛咪那 也有一點像 但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這個有點像 像他跟父親之間的聯絡簿吧 他今天心情好就會拍 他今天如果有想逃掉 可能就不會有 所以那個日期 他有留下日期 你可以去檢驗到底出現了多少次這樣 而這個裡面有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是說 他父親是想要消失啊 沒事就想要消失啊 可是攝影這個行為是 把人留下來的一種行為 死掉的人我把它拍了 所以留下來 如果你要消失的話 你要想今天我們 雖然我們現在肉體在這個空間相遇了 但是如果說我們不在這裡的話 你怎麼能知道我在不在 你就是上網查後跟會 有沒有出現照片對不對 如果我上網查 根本沒有出現我這個人 我是不是就不存在 如果我沒有在 物體空間跟你相遇的話 那 這樣的行為 某種程度是 讓父親在這個社會上的存在感加重啊 當我搜尋 金川普的父親的時候 出現很多這個照片 所以某種程度這個行為 是有把它拉回來的一種效用 我認為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這當中有一些 他把拍攝的權力讓給對方 反而造成這兩者互動關係的一些 微妙的情感在這當中可以顯現 而不是只是攝影者的意思而已 另外一個人的執行也有意義的意思就對了 那另外就是他也拍攝這種環境的感覺 例如說父親有時候回來 他在紙上寫說 活著果然很麻煩 他用日文寫的 那他就把它給拍下來 還把這個掃描起來 放成是那個書的封面 這裡 代表這句話對他來講 他可能感同承受吧 不是你活著很麻煩 我活著很麻煩 那種意思 我們都很麻煩 我們到底是該怎麼樣 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變拍攝的過程中 兩個人都在搜尋著彼此 對彼此的意義的那種感覺 我不確定他們最後會找到什麼答案 但是這個作品讓他得蠻多獎的 應該是有一些效用吧 然後這個作者蠻特殊的就是說 他已經不是你們所想像一般的家庭的那種 有一個賺錢的父親 然後可以寫那些資訊的人 沒有嘛 就是一種搖搖欲墜很不穩定的一種親子關係 他現在在拍的 這是日本的一個雜誌 叫寫真 最近的雜誌 他現在在拍的事情 比較特殊一點 他漸漸的已經不太想要當成是拍照的人 就是不要什麼都是我拍 我認為這可能是他在拍父親的時候 開始感覺到他想要從看的角度變成是被看的角度 所以他現在跟他現在在嘗試一種新的關係 就是自己跟別人到底是什麼樣的關聯性 還有就是說家庭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想像如果他父親是那樣他不會有一般家庭的那種感受 他現在是選擇了跟一男一女一起同居 然後他們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關係 就對了 就是 那一男一女本身本來是 本來是情 本來是情侶 但是後來變得有點像家人 那當中他進去了就對了 那他們之間當然性關係可能 可能有這個線頭跟這種箭頭 就是箭頭是有一點複雜 我還沒有掌握他們的那個私生活的關係到什麼程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只有被規定法律規定的那樣的關係 才叫做家庭 如果我們選擇了一起生活 然後表達彼此對彼此的支持 或者是我喜歡你你喜歡我 那時候我們雖然沒有法律關係 可是實際上我們就是一起 我們一起吃過的飯 你跟誰吃的最多次的飯 你可能跟他可以變成家人 的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作品是還在發展中 只是最近的雜誌所連在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還無法掌握他的全貌 想要怎麼呈現他 所以他自己也在裡面 那有時候是他拍 有時候他是被拍 那我感覺這個作品是漸漸 如果最後成型的話 你可以想像 包括剛剛堅實話的那種 拿人型跟自己拍攝 或者是人型可能會變成孕婦 或者是關係系的改變 都有一點在探討 現在到底家庭是什麼 台灣現在也是 也是結婚率越來越低 所以你可以想見的是說 是不是以後只會有一種家庭關係 那即使沒有家庭 那人們還是要互相扶持啊 你需要活下去嗎 需要一起面對誰來了 誰離去 的時候 這些作品可能是一些線索 就是他們在摸索 我相信很多人在摸索 可是他是摸索的過程也 也讓他試著變成一個作品 一個視覺化 可以去感受的東西 好 那我現在是第幾頁 第凡事實 好 那另外一位作者是女性作者 這個叫重點會美 這個Youska的意思是緣分的緣的意思 他這一本攝影集 他所拍攝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他的小時候 在小學的時候 他的媽媽就因為一場生病過世了 所以他也是沒有母親的存在 的那種感覺 他跟他爸爸一起住 可是因為這樣可能跟爸爸之間 就沒有那麼頻繁的交流 那爸爸有一次說 他要把媽媽的東西全部給就是丟掉 可能想要重新生活 他就說不準 就是不行 那是他唯一跟媽媽的一些連結 所以他就開始了拍攝媽媽的遺物 還有包括把自己在這個空間裡面去自拍 就是他拍攝媽媽的遺物 但是他後來漸漸的感覺到 其實他自己就是媽媽最大的遺物 所以他就開始在這個裡面拍攝他自己 然後這個攝影集裡面有分三個章節 第一個章節就是他拍攝那些環境要被丟掉的東西 以及自己在這個空間裡的樣貌 第二個章節 他拍攝這個第一個章節去參加比賽 然後得到大獎 那個比賽的大獎是說 你得到大獎一年後可以辦一檔展覽 然後但是請你說你一年後要辦什麼展覽 剛好那場比賽的翻譯我的另外一位學弟有入圍 所以我在一場 他就說他想要穿他媽媽的留下來的衣服 然後請他爸爸幫他拍照 然後當場大家就在想你要幹嘛 那種感覺就是這是什麼樣的那個狀態 大家很好奇 或是說這個行為到底可以勾起人們 對於家庭的什麼樣的感受性 很好奇他會怎麼執行 所以最後他就得獎了 他得獎就有壓力了 說說而已但是就要拍 沒有他應該真的有這樣想 所以他最後就拍了 所以這個就是後來系列 這在他的攝影集是第二個章節 他穿他媽媽的衣服請他爸爸拍 但是你不要忘記 爸爸是想要丟掉這些東西的人 然後有一個可能看起來 還比較像媽媽的人穿那樣子 逼你去拍他的那種 所以他的作品裡面 其實長進的人也不是他 他可能設定好最後按下的是他爸爸 而且他爸爸必須要看著這一切去執行 其實蠻殘忍的 這個很恐怖 你去想像那個心理狀態的話 他的攝影集裡面 有留下一張某一種線索 就是故意用一個鏡子 就是爸爸在架設相機他在前面 告訴你說他剩下來的 只有他的照片 都是這樣拍成的意思就對了 這是一種提示性的照片 跟剛剛這個是一樣的意思 我把相機給他了 他在拍他自己 所以後面就都是他 我把相機請他拍了 所以後面的我都是他拍 這個人沒有什麼 一直出現在這個畫面 但是他要告訴你這件事 也就是 雖然他在拍的有點像是 在調念說媽媽的離去 媽媽是什麼樣的存在 其實背後的議題是他跟爸爸 就是爸爸在這個過程中 他到底感受到什麼事情 還有他們變得怎麼樣 是一個後面隱藏的議題 所以這些視線 不是他自己的視線 是爸爸的視線 他在看著爸爸的意思 他拍他自己的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也會用這種 稍微這種 從曝光或什麼 讓自己漸漸的消失 這種自身的存在的消失 或者是 因為他穿的是媽媽的衣服 可能是一種 媽媽好像在都好像不在那種感覺 那爸爸幫他拍的 有時候拍不好 沒有對到腳 可是其實他很喜歡這張 我也很喜歡 他還把這個當成是展覽的DM 就是失敗的照片 也不見得是壞的照片的意思 就對了 反而可以勾起了很多想像就對了 好 他的第三個章節是 因為他媽媽會做衣服 所以他媽媽常常會做一套自己的衣服 跟給他小時候 給他小時候衣服 他們會穿一套 所以他第三個章節其實有很多 他跟他穿著媽媽的衣服 然後用一個小小的這個 去穿他小時候的衣服 然後兩個人互動的這種場景 然後一種是直接拍 一種是把它擺出來 他站在旁邊拍 有一次他不小心設定的快門 好像忘記什麼東西 就跑進去 所以就拍到這張 他只有這個在這 他自己一個人跑進去的一個 有一點失敗的照片 但是他很喜歡這張 所以這一張也是放在攝影集的 快要最後的地方出現 對 好所以 這一些 有一些失誤 看起來是失誤 可是其實這背後 有時候是你可以 多起你不同的想像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心情 他爸爸在看他時候的感覺 其實在那些失誤的照片裡面 還是會顯現 他不見得要那麼的精準就對了 這是我對他的照片的想法 這本攝影集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攝影集 然後 後來他有辦過一檔 一張展覽叫做 《光的垃圾》 《光的屑屑》 好 這個是什麼作品 這個作品沒有做成作品集 他是在一個廢棄的小學校裡面站的 這些照片就是 他沒有變成作品的日常生活的照片 好 這些照片裡 他有寫一個敘述 叫做說 他很喜歡 他有一張很喜歡的黑膠唱片 那裡面的第三首歌 是他非常喜歡的 叫做《Do You Remember》 然後 但是因為黑膠 就是 他可能通常都放在座外面 一首一首播嘛 那 人家就說 那你不用 你就直接放到第三首去播這首就好啦 那他說不是 他想要 聽過這前面兩首 不怎麼樣的歌 之後的第三首 才是他要的感覺 然後所以 他的這些照片 就是那些一二首的 就是你要給人家看 你最喜歡的東西是第三首 但是你不能只給最好的那種東西 因為那不是連續的 那情感的一句不是連續的 我前面經歷的一些低潮 或者是一些普普通通 來的那個 所以我被觸動 他是要把這一連串給串起來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 基於這樣的概念 把一些日常生活的瞬間給擺出來 把他用比較物件的形式給擺出來 雖然看起來都是失敗的照片 好 那因為剛剛我說過他母親很少 小時候去世嘛 所以有一次他想要去買白色的康南星 那可能就是 因為母親節嘛 結果他去買的時候就 那個賣花的人好像就用很可憐的眼神看他 他就 完全就那個性質就消失了 後來的母親節對他來說他就是只買布丁回來吃 所以那個布丁就是那個意思 好 所以 不是只有完美的瞬間可以表達情緒的意思就對了 這個人的 我看 你看過他最完美的作品 或者是最極致的他的意思的呈現之後 其實他真正在過的生活是什麼 是這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可以讓我去串起來說 如果那些他的正面 他的A面 A side的是那些作品的話 這是B side的啊 但是沒有B side的不會有A side 所以我不能只看那一面的意思就對了 而這些就是那些垃圾就對了 他的A side是有光的 而這些是光的垃圾 他這樣命名 但是他還是把它展出來 很 很珍貴的把它展出來就對了 好 然後我看還有幾頁 等一下 應該在下啦 在下 再在下對在下應該吧 二三十分鐘 好 那這位作者之前有來好地下展出過嗎 騰鋼雅尼齁 其實我今天介紹的作者有好幾位 都是跟王老師啊 還有柔老師是幾乎同年的 常導遊也只是比你們小一歲 不過他比較聰明一點 對就是比較恐怖一點 其他其實是很接近一點的 那騰鋼雅尼這位作者其實他是 以這種街拍為行的作者 那他其中有一段時期他拍了一個系列 大概2000到2006年 他拍了一個系列叫 我不睡覺我不入睡的意思就對了 然後這個就是他長年其實他都 他從大學畢業之後他就開始在世界流浪啊 他也在台灣流浪一年半 然後到世界各地去 他其實不太回家鄉嘛 所以對他家鄉還是家人是有一點 就是親近又不太親近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偶爾還是回去 所以他那個期間他就 偶爾回去的時候拍的系列 好 我不睡我不睡覺 那拍攝的地點就是他的老家 在廣島縣 一個叫做烏 烏 就是姓氏的那個烏 他有一個都市叫做烏 然後他裡面出現的都是一些 可能對他而言有一些會勾起某些事情的場景 蠻私密的一些場景 那另外就是偶爾出現的人可能是他的家人 可是都不是正面 都是一個好像是好像是陌生人 可是他又有點奇怪的瞬間的那種 就是沒有要把他當成是那種 我要長期記錄你 然後你請你面對我的那種記錄 他反而要捕捉的是那些 詭譎的瞬間 因為對他而言家族就是那種感覺 他對這塊地的情感 在那個時間點也不是那麼的親密 但是他還氏族在這裡摸索一些事情 所以都是一些像這樣感覺的畫面 這應該是媽媽的手 他媽媽的手就這樣 很好認 他拍攝過很多次 所以到底這個是他的誰 你感覺不太出來 但是你感覺出來好像是在很近的距離 很近的狀態去捕捉的誰 那些人是可能是親近的人 但親近的人也會有 不是正面面對的時候 的那種微妙的那種感覺 然後搭配一些勾起一些那種 鄉愁的那種那種都市的場景 這應該是他妹妹 那這應該是他媽媽 所以什麼時候才會有這個 在岩石那邊搖呼拉圈的 真的是非常的迷一般的照片 對 這一本照片所捕捉的家人 就跟我們所想像的家人很不一樣 他 他 特別藉由這些 不是那麼的 不是那麼的 要給你看到他是他是誰的那種 去勾起一種 你對家人的另一種想像 這是我覺得這一本 這本作品集裡面很神奇的地方 所以這一本作品集的評價是很良極的 喜歡的人超喜歡 不喜歡的人不知道還做什麼那樣 就是一種看習慣的家族 或是看習慣的場景 但是某一個瞬間你會感到疑問 為什麼我在這裡 或是他在做什麼他是誰的 那一種瞬間 他在試著找這樣的事情 好 所以這些照片對我來說都是某一種 不是那種很準確要很正面去呈現什麼事 那後面這位作者 大家應該比較熟識 或是至少聽過吧 潛田政治 他們在小一些的 拍攝日本家族照片很有名的 的一位男性攝影家 他出的攝影集就叫潛田家 那這個就是 結合兩種事情 他攝影家本人呢 就是在裡面他是地點這一位 然後他的哥哥跟他的父母 他們就四個人 然後去拍攝一起扮演什麼角色 什麼職業的照片的家族照片 他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都要等到某些時刻才能夠拍紀念照 但是沒有啊 我現在就是等不到那一天 所以我要拍照的日子就是 特別值得紀念日子 然後我們一起想要做什麼事情 的那種想法就對了 自己去創造紀念日的那種拍法啦 所以這個很強烈 而且這個很精準 那就是大家一張照片要拍很多次的那種 這是比較男性的拍法 其實應該說是這樣 但是他拍的很有趣啦 第一次看一定會想笑的 就是拍這種 就是大家站隊累了 就是不想跳了 就是拍這一張就對了 本來應該有拍很認真的 後來累了之後 就好了好了你們就坐著我就拍 結果這張反而拿來用的這種照片 那或是拉麵店的啊 還是這種啊 這個這種大胃王啊 然後就是你看這要拍多少次 可能吃到會噎到齁之類的齁 還有就是這個黑道齁 他們的拍法其實就是輪流問一下 欸媽媽你小時候有個想要做什麼事 封面那個消防室是他問爸爸說 你年輕的時候怎麼不想 他說他想當消防隊員啊 然後他就說那就去當啊 然後就叫哥哥去跟那個消防隊交涉啊 因為消防隊裡有他的以前的同學嘛 然後就沒想到他真的真的借啦 然後他們就真的拍了 啊這個呢 據說是他的那個幼稚園校長的那個家齁 就是那不僅只有他家比較像黑道 所以就把他借來這樣拍 然後再放一個門牌這樣齁 滿足一下那個媽媽年輕時的那種想法 這個刺青是真的齁 他真的是雙手刺青齁 蠻有個性的一個人 還有就是抗議齁 就是愛和平的家屬齁 但是他有說禮拜天不准拍照齁 就是我要看電影 就是因為他們拍照 你要想這個拍照就是用自拍器 然後大家去前面演出嘛 其實每一張都要好幾次好幾次好幾次 然後拍個半天一天啊 就欸難得讓他家人見面 然後還要跟你搞這個lade race 就是這個抗議其實是笑點 但應該也是蠻真實的 爸爸的心聲 爸爸的心聲 不要再折磨我們 說不定盧老師拍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 不曉得有沒有這種狀況產生啊 然後這個就是他成名作 而且改編成電影的齁 這個你在那個Apple TV上面都買得到齁 就叫前田家 蠻推薦給很喜歡攝影的人去看 就是一個喜歡攝影的人怎麼樣 變成是全日本認識的人 也沒有到全日本啊 就是攝影界認識的人 然後這過程當中其實有很多歡笑累穗 我就覺得是很值得大家去體驗 應該你喜歡攝影的人 一定會在某些地方找到可以共鳴的地方 後來他拍了一本叫New Life 所以這個就是家庭相本 Asadake就是前田家的家庭相本 然後這個這個書呢 你就看到他有這種紋路 這個紋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那種撕開來會黏黏的那種東西啊 相簿 所以他這個 但是不會真的黏啊 這是印刷 他是刻意要模擬那種家族相簿的感覺 這邊寫新家族新的生活 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哥哥結婚了齁 好哥哥結婚了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啦 那就要把大嫂拉進來啦 開始他們繼續玩那個各種 有的沒的齁 電車鐘還是 這個是運動會的時候的場景嘛 然後 接著他就在那個啊 就是產檢 所以就是小朋友出生了 就小朋友就要當橄欖球嘛 然後就拍這種東西 就他們的這個家族照片是 一直拉近新的成員齁 所以越來越龐大齁 好這個 你要想 其實這個東西是很困難搭乘的齁 我自己想說我現在跟家人 這個一年全家碰面機會 沒有一兩次啊 碰面一兩次還要搞這個的話 我會死掉 就不可能 而且我根本不想跟我家人這樣拍 他沒來 反正就是不 就是不太可能這樣做 那就是要看大家自己覺得 其實你看他的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幾種情緒產生 就是第一時間覺得這個非常有趣啊 怎麼會有人這麼無理偷空 而且還真的去執行 那可是看著看著其實 就是我覺得會有一種哀傷的情緒出現 我不確定你們會不會有 但我相信很多人有 就是你會開始感覺說 我沒辦法這樣做 因為你在看他照片 你會想說 那我們家呢 我們家的成員可能類似 那這樣可以 我們會這樣拍嗎 還是我們可以這樣拍嗎 想到的時候想到都是困難 就是 而他的家族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還有辦法這樣執行的時候 就是我會覺得那件事太美好 就像某一種幻想 他每張照片就像在提醒我說 我無法 我無法無法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會看到哭的 其實第一次看是 某種程度一開始笑 後來哭的那種 後來我問其實 有蠻多人也有這種感覺 那 所以我覺得他的家族照片有一種 有一種 某一種 某一種遙不可及的幻想 當他拍得越來越大的時候 因為現在光是大家族這件事情 也越來越少見 大家族還可以全體來這個 我真的是不敢想像 對不對 所以 有機會你們可以去看電影 或是看這個書 我覺得 看看你們會不會有 也會有類似的感覺 那這個是 就是由日本的這個 二宮河野來演的電影 聽說台灣的他的粉絲有包場 包場看淺田家 然後還上新聞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說 欸 阿攝影界咧 阿攝影界都沒有包場 就是拼不過這個 因為他太有名了啦 只有他的那個 粉絲沒有辦法包場 所以 上映的期間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疫情啦 所以 我覺得 可能在場還沒有很多人看到 所以 就是大家有空的話自己去看 我覺得是很值得看 這個裡面的任何的劇照 其實是淺田家 其實淺田真是本能長進 然後去派出來 所以 角度都是他看自己的攝影集 然後邊拍的 就對了 絕對精準 絕對精準 這是不一樣的感覺 而他後來在電影裡面有出現 他其實有一段時間 有到三一震災的場地 他去幫忙洗照片 因為 他所拍攝的某一個家族在那邊 結果後來三一的時候可能失聯 他就過去那邊 然後發現有人在把整理照片 就是那些智慧都在整理那些 廢墟散開的時候 都會把相本聚集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去把那些相本回收 去把它洗乾淨 貼在小學校 去讓人家認領 照片認領活動 這個是有一本書 我在介紹那個時候 在做這件事 所以 很不可思議的是 相本的形式改變了 那 很多人在那個地方是喪失了所有的親人 找不到爸爸 找不到爸媽還是只剩小孩 那 但是 不管怎樣 最後他最想找回來一個東西 是他們的 家屬相本 或是跟親人的合照 而他們就在做這件事 而且後來越來越多人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 最終這件事情就是 就像這種照片 照片會變紙 可是你洗乾淨之後 它還是會在 它不會消失 但你要想 如果我們現在 你們只用iPhone拍照 只用所有消息拍照的人 如果在那樣子的狀況底下 天災的狀況底下 你是一口氣所有東西會全毀 那照片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破爛了 它其實髒掉了 你還救得回來 而人們在失去所有的時候 你到底還能夠怎麼確定 你是什麼人 你怎麼樣到今天的 你如果已經沒有任何那樣照片的時候 那個可能是你唯一能夠 跟這個世界有所連結的東西 所以其實很多人想要找回這個東西 好這個 那個時候所收集的照片大概有八萬多張 到今日為止已經就是 至少六萬多張被領回去 而且還在進行 還在進行 一直都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家族少片裡面有某一些這種力量存在的對 可是他後來比較新的作品就是 拍他爸爸的遺照 就是他們在構思說 因為爸爸身體也確實越來越不好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開始在想說 我們要拍一張 你要想遺照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是生前拍的 但是在死亡的瞬間的時候要展示的東西 當然大家都希望有一張好的 可是生前到底有沒有拍這個東西 所以 跟死後紀念照片是不一樣 死後紀念照片只能記錄死亡的狀態 但是遺照是你要在生前裡面的東西 所以 他這四年就是 天天在客廳跟他爸爸想不同的方式 拍他的爸爸 追求極致的一張遺照 但也很有他們的風格就是了 就是 不斷的東西一直不斷的過去 可是他們一直在面對即將到來的某個時刻 這個其實蠻勇敢的我覺得 你說你今天回家說 爸我們來拍下你的遺照 你最好還是敢 對啊 好 所以 好所以這都是一些 那些拍照跟家族照片可能會勾起你的一些情緒想法 還是你可以思考的疑問 那 關於這邊的這個照片的選擇編排 我們這次的展覽 我只提一些就是 我剛剛提過的所有的作者或是照片 其實 某種程度跟我在想這個展覽是 有一些關聯性的 例如說 羅老師原本的碩士時期的作品 它是這樣子的呈現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拼的方式呈現 這樣的呈現其實是它當時對於那個照片 要表現這個主題的時候的一個選擇 但是我無法用這個選擇 在這個展覽裡面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當你把它給拼起來的時候 它對於 例如說相似的場景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的那一種表現 是跟其他張的照片會無法的融入的 所以在這個裡面我在選擇的時候 我就只能夠挑一張來處理它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處理的是它 整個二十多年來的各種階段的情緒 但是呢 不是斷掉 是可以接起來 如果說每個時期的代表作 直接拿出來的時候 或許那個時期最強烈的意思的存在感太強 就是那個A side的那個 全部都是主打歌的意思 但是不是只有主打歌 一張專輯不會只有主打歌 所以我要把它們串聯起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必須要捨棄掉其他張 然後去做串聯 所以它以前的呈現是 可能像這樣串聯裡面 都會有某一張有自己的身體 或者是象徵自己身體的某一些 人事物在裡面 那有時候我會取那些要素出來 但我不一定會取所有的出來 因為如果取所有出來就會變這樣的形式 所以我取一張出來的時候 比較有機會跟其他的照片去做 結合的可能性 就像這個可能也是取蛋跟胸部 但是不是這樣四張 四張的話它就會變得很獨立 就是說那一塊區域的那個力道會很強 所以它就不太能夠接到其他的照片 所以你拿你的主打的系列來做的時候 你就只好系列系列的在 但如果你要串聯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說 這個主打的裡面的什麼要素 是可以扣合其他的照片的 用這樣的方式去串聯它 是我這次試圖在做的事情就對了 好 所以這些都是實際裡面有的照片 但是這次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這個展場的 如果平面讀如果畫出來的話 會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你們就在現場你們看得到 那實際上真正有用到它的 以前的系列的照片的話 是大概這種關係 就是這邊的東西都是研究所時期的 這些系列裡的某個畫面 但是這個某個畫面 我要試著跟別的畫面串的時候 我會搭配它其他沒有選到的東西 也就是可能情感比較 比較強 比較能夠讓我注意到的東西 然後可以跟這個畫面 也有呼應的那種影像 我在挑那種影像就對了 所以我必須這些可能都只能夠選個一張啊 或兩張去處理 然後後半的部分也是 這也是它某一個系列裡面的某一張 那這邊是剛剛說的媽媽的自我凝視 那中間有一個時期是路老師有拍很大量的夜晚發光的花 那我從它當中選了一張去 我覺得可以串聯這個階段它的一些情緒感受 那後面的這些 其實有一些小朋友的出現的場景 我在挑選時的原則 之前我們也編過某一本書 是叫靜靜的生活 是它拍攝小朋友稍微長大的時候 從媽媽跟他們的互動的一些微妙距離感 在觀看他們的成長 那這次挑的時候我又稍微的把那個距離感再放大一些 因為這一次我是從 羅老師作為一個女性經歷不同事情的角度切入 而不是特定她當了媽媽之後的那個感受 那個就是A side 我現在創造的是B side 但我要說的就是說 沒有這些事情不會有A side 所以我希望她也可以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一起做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這邊的小朋友 可能看起來就會比較像是 有一點看出來跟他很親近 可是又有點遠 然後他們在做什麼 比較不太清楚的那種照片 有一點像剛剛的騰鋼雅 你在拍殺家人的某一些瞬間的那種感受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串聯這幾個系列就對了 所以這邊跟這邊都是 它其實各個系列裡面 有A side的東西的畫面對 那我把它挑出其中一張去串聯 而這種串聯其實像剛剛 王小青老師的兩個系列裡面 也會在某些時間點有交錯 那我現在就是用別的方式在交錯這些 這些瞬間瞬間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同一個畫面都有很多可以選擇 如果 它實際拍了很多這樣的畫面 如果我要只挑一張出來的話 說不定我會選有臉的 但是在這樣的強力上的時候 如果要跟其他的核的時候 有動起來的可能是比較合適的 那這個也是 如果是象徵某一個時期正要往什麼地方去的話 那就不會是已經走到那裡的畫面 所以我就要找這種畫面 那這個也是洗衣機裡面有的畫面 它其實也有手伸進去拿衣服的那個狀態 這種對我來說是情緒很強烈的瞬間才會做的 所以這是擺拍 那我在這次沒有選也是因為必須要跟附近的照片去融合 所以即使是同樣的場景拍的內容裡面 什麼樣可以跟別的東西扣合是 在考慮的時候有可能會造成選擇的影像不同 而這些影像如果變成書的時候 可能它的排列也會再次改變 好 所以這是一些我選擇的基準 晃動是包含了一些它本來就擁有的畫面特性 這個晃動有可能是裡面真的有東西在動 還是是我不小心技術上 不管是刻意還是不小心的畫面的特性的動 要不然就是心情上什麼的動 如果我看得出來的話 我用這樣的方式去串領它就對了 所以不是只有它拍到了什麼東西 而是畫面的美感的特性 它讓我聯想的方向 這就是一個影像你可能會有三件事情 但是它都可能是晃動 那或者是連人臉比較不明確 它就比較是那個時候 可能有這樣子的人存在在周邊 而不是特定的人 我要的是那個感受 而不是特定的人 因為特定的人的 它有別的系列可以支撐它 所以我也不用系列區隔 所以我只能抓系列的摩擎出來 去串聯其他東西 那就不能是準確的啦 如果它每個時期最準確的 一定是A side的那個畫面 你要挑的時候 就是要挑某一些曖昧的 可以想像別的事情的畫面 這樣子才有機會把它連在一起 但是它什麼地方相似 這個準則當然是我 我心中有一個選的方式 大致是這樣 但是我們以前 世修攝影師學院 大家有一些同學 我們為了學這個劇情 視覺元素 還有語役 我們學了一年多 對不對 應該現在都還在學 靠自己的人生精力 在學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故意挑這種 稍微有點偏的片刻 是為了串聯這整件事情 好最後總結了 最後總結了 好真的真的 所以呢 所以自拍照跟家族攝影 其實他們很奇妙 或是很巧的地方在於說 他都跟死亡市區有關 一開始拍攝自拍照那個人 還記得 假裝自己死掉 被世人忽視 被世界忽視 的那種感受 其實拍攝自己躺下的 剛剛那樣的畫面 這樣說的話 我仍然會有那樣的感受 我也拍過我自己躺下的畫面 只是他以前沒有給我看過他 拍躺下的畫面 所以我才拍說 有嗎 其實也有 那種感覺 對啊 好所以就是 家族攝影的話也是 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最大的那種家族的照 其實是某人死去的時候 才會有他 所以很巧的攝影 都跟這件事有關 攝影的媒材也跟死去這件事有關 我不斷在提醒我 什麼東西過去 所以我還想換了對不對 好 那以前的家族攝影 可能是要拍攝跟我 具有清楚關係的人物 但你要知道現在 現在社會變得多元 所以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跟我在一起 而這樣的關係 可不可以變成是一種家族 漸漸會越來越多的 所以不會是只有以前的家族的那種 固定形式才能夠代表家族攝影 一定這個範疇會改變 這個是勢必的 只是會用什麼樣的形式出現在影像做比例 這個就是每個時代會改變的東西 那這邊剛剛也提到311之後的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想說 如果有一天 雖然最好不要有這種事情發生 如果周遭聖廟師都消失的時候 你還會想要找回一件東西的話 那個是什麼 有可能就是一張照片 它可以喚起各種存在的一種證明就對了 其他可能無法 然後所以我們剛剛所說的精準的瞬間 那種家族經驗照還是是正面的那種拍攝 很確定的那種 那就是以往的家族形象 但是現在就是那些強大的父親 可能也開始有很多不一樣的狀態出現 你身旁親密關係的人 也不見得是男女 也不見得是傳統的那種法律規定的那種存在 所以家族形象是不斷受到勞動的 他是像變形蟲一樣 所以我才會把那種準確的瞬間的東西減少 讓他有一些比較看起來像是 準確的瞬間的前後的事情 去讓你感受說到底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不用特定是誰就對了 而這些拍照都是一種 你一直在體驗失去的什麼東西 你要想拍照就是這件事情 但是你每拍下來 也可以藉由那樣的行為去產生新的連景 我把我的形象留下來了 我把我的意識留下來 然後他可以連結到別人 誰看到反饋給我的話 那就是加深你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 所以他也不是為了留下什麼事情而已 他可能就是 他本身就是為了讓你活下去 有活下去的力量 這如果你們看完前天家 那我覺得應該會更有感受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沒了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試著去看看說 以後如果你在拍攝自己還是拍攝家人的時候 不管是不是家人 親近的人也行 或者是說你也要去想家人到底是什麼 即將要有新的定義要出現 或者是說直覺的拍 拍了之後 你再重新從裡面去觀察 到底每個時期你是在 怎麼看待你拍攝自己 或是拍攝周遭的人 我們這次就在做這樣事情 我相信那些瞬間瞬間 他都有很強烈的情緒 但他在想什麼 我不會全然得知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藉由這樣的過程去 貼近一點我們 我們兩個人不同的人生 可是某些地方可能也可以重疊 或是我也可以共鳴 這就是一種溝通 所以你們看很多人的作品 其實你不會跟他一樣的人生 可是你看人家作品是貼近世界上有這樣的存在 而你能不能接受他 那希望你也可以接受別人 你也可以包容別人 那也許別人也會 包容你的力量也會越來越大 希望今天我是這樣的社會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今天算是很不錯 今天有客製了吧 好 不過剛才其實今天非常高興 就是我自己聽完 我真的很認真聽 哇覺得彭輝這個講座的功力 又變高了 然後我覺得 從很就是可以感覺到彭輝非常非常認真 的準備 然後可以講資訊量也非常大 但是 你可以感受到他其實後來把它整個回扣到 照片跟我們家族照 或者自拍照跟我們個人的關係 對 然後把這個我想跟所有的觀眾都拉近距離 然後從 不管從一開始的 摄影史的概念 或是各種不同的作品的介紹 然後再很細膩的推敲到 現場 羅老師作品 或是汪老師作品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剛才已經有觀眾說 是不是明年還有機會 或是再繼續 我覺得 我們絕對 會再邀逢會 回來講 不一樣的主題 那我就先簡單的回應這樣子 然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 還是希望說 在座如果有各種問題 我想提問的 我們或許會兩到三個提問 這樣子 有嗎 好 那那 我們先好 好 今天我是讀人類學習官 那今天有讀過您 希望大家聽到 那因為之前有讀過您 在人類展演歷史那一本 專輯裡面的文章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如果被人類學者所拍攝的 如果家族的相片 它這樣可以 運製或置物到這一個家族的脈絡 好 這個既然有看過的 那篇文章 那本書不常見 好 那些影像 我現在在 今天在秀給大家看的 比較多是屬於 個人層級在執行的拍攝內容 那他說的那一篇是 我有在寫一個 就是 日本的某一個歷史展覽當中 他們都沒有放這個 台灣的照片 就是日本統治台灣很久 結果他們在整理他們歷史當中 竟然完全不放 他們沒有放其他地方的照片 我覺得很奇怪這樣 那所以我在當中有引用一些例子 然後那個例子裡面 有包括一些 一些原住民的照片 但是那些原住民的照片 當然或許 或許有可能有家族的形象也在裡面 但會變成說拍攝者是誰 拍攝者是誰 會變成是在觀看那一類照片的重要的重點之一 就是 特別是日子時期 而且如果是人類學者來台灣拍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人是沒有擁有拍攝技術的 那個時候的技術門檻是在 他拍攝的是乾版攝影 是用玻璃板在拍攝 但是不是濕的是乾的 稍微簡單一點 但是還是很笨重 他要扛到那個部落區然後拍攝嘛 光這件事情在當時台灣就沒有人可以執行 就是技術上沒有辦法執行 然後權力上有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管理我們嘛 所以那個是他們 因應那個台灣總督府的要求 所以人類學者來拍照 那有人去帶他去那些地方拍 才有辦法執行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他的拍攝有特定的目的 不管他有沒有拍攝到家族 但是目的很明顯 就是調查原住民在台灣的分布的情況 他們的衣服他們的長相 他們的部落有什麼樣的特性 所以我覺得 即便那裡面是有家族攝影的概念 但是他背後比較多的是 跟誰擁有拍照的權利這件事會更有關係 而擁有拍照權利的人 他在對於被拍攝著 他們是暴食的什麼心態 是在看那類照片的時候 還有日本時期的寫真帖的時候 比較需要去注意的是 那我現在在講的是 比較是表現者或者是個人層級 在面對拍攝自己或拍攝家人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情緒 所以會稍微有點遠 所以在當時的影像 我相信比較少會用家族攝影角度去切入 比較多還是是殖民者 被殖民者的權利不均等 然後這些影像 是不是有某些的壓榨 或者是說政治宣傳的意味 比較會從這種角度去切入它 但是不排除 是不是在當時可能有什麼人 他自己私底下的 去拍攝了某一些家族的長期紀錄 如果有的話那會是很有意思的題材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得知有這樣的照片 可能就 如果有的話 當然希望也可以再去深入 深入的探討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 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就是因為這些攝影師 有一些他們不論是自拍或是家族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比較強烈的情緒 或想要表達的東西 那同樣的攝影師他們 我以前很不熟 他們也沒有從事很多創作都是拍照陌生人的 就是他們在外面的世界和別人的陌生人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收手去impose這些東西在別人身上 反而因為比較陌生 有個空間讓別人比較有自己的樣子嗎 還是其實他們是蠻一致的 還是他們其實盡量也就不從事那一類的創作 因為不是他們的詛咒 這個的話會根據那個攝影家的個人屬性確實不同 有一些就是很貫徹自己的主軸的作者 那立武拍攝的題材還是比較在自己的周遭的話 仲田惠美應該是那樣子的作者 那潛田政治雖然他拍攝自己家族是拍攝很長 但他其實出第一本書的時候 如果你去翻他攝影機的中間 他有說在電影也有描寫那樣的場面 就是說我想要去你家拍你們家的全家福 然後他把自己的手機放在攝影機裡面 所以他有一個時期到日本各地去拍這個 就是根據他們家庭他去跟他聊天 然後聊天完之後用他本來拍他自己的家裡的方式說 那我們設定這個場景然後拍你們家的這種絆狀 就是大家一起演出的照片 他曾經有做過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才會牽扯才會接上說 他後來會去洗這個清洗這個311之後的這個照片 就是因為他曾經也在那個地方拍過 然後他很關心他們變怎樣 所以才過去才發現這件事情 那花了好一段時間在那 所以他們的過程當中有這樣的要素 但是這樣的要素會不會變成他的作品 那是另外一個選擇 例如他拍其他人的家族的照片 有可能在某些雜誌有刊登 可是作為攝影集的話 他還是以他自己的家人作為主軸 所以這個也是實際上會產生的狀況 而長道有理之其實他也有拍攝過其他家族 或是其他的女性 就是其實你如果看他的那個照片 其實你會感覺到他對於女性被怎樣看待 是比較強烈意識的作者 所以事實上來說他也後來的照片 要不是跟自己的家族或是自己身為女性這件事 要不然就是關心其他的女性的狀況 或者是說看似家族卻不是家族的印象 他其實也有拍過 所以我覺得這會變是每一個作者 他最核心關心的事情在什麼位置就對了 那有的時候如果有人欣賞他的那種拍法 然後邀請他拍幾張商業照片 這樣的情形我覺得會出現 但是他不會把他認定成是他的創作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選擇 每個作者的界限不太一樣就對了 大概是這樣 還有 黃先生你好 我目前也是一個高中學生 也是剛接觸接觸攝影 然後我最近在做一個算是藝術報告 然後裡面有一個問題是 像是之前有比較紅的議題叫做缺取GPT 就是有一個藝術家他輸一些他的條件給缺取GPT 然後加做一幅畫 然後下去產生一陣議就是說 那佛魔到底是那個藝術家所做的還是那個缺取PT 他做的畫 因為他們一個是執行一個是提供條件一個是執行畫的人 那他們兩個其實中間的想法其實有可能會不同 那就是剛剛在講到就是前面有些作者 他在拍照的時候他是一個被拍攝的角度 他是給拍攝的人給一些條件 然後告訴他你怎麼拍我 或是說那你幫我拍下來就好 那就是想說那作品的核心啊會是 他的感情會比較容易是在拍攝者還是被拍攝者上面 你的問題聽起來好像好像可以分兩個 面的感覺齁 一個就是AI產生的那些內容 然後去執行到底著作權是想法是誰的那種嗎 那這個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是在變動 就像我剛剛說家族攝影的那個形狀 到底範圍到哪裡我會歸類在家庭攝影 可能隨時他會改變嘛 那AI到底要不要被認定成是創作的 也有些人認定啊 那現在但是傳統派可能也還不認定啊 而且他才出現沒有太久 所以我覺得是還在實驗的階段 那但是這個實驗階段過後 我覺得其實比較好奇的是 AI到底是怎麼認他怎麼樣 他的那些資料庫裡其實大概也存在著大量的偏見齁 人類因為人類而產生的偏見 所以他生產出來的圖像 可能也有某些傾向 那我覺得去觀察那些傾向 可能會是另外一種議題 你叫他去生產出家族相片 他會他會弄出什麼東西來之類的 還是你叫他弄蜜蜜的廣告 會不會都只有白的沒有黑的啊 等等的之類 所以那個會是一個現在的人在挑戰說 是只有人類看人類社會是社會 還是說機器解讀人類的文明 也會是一種創作 可能會變共同創作 現在甚至連小說的作者也有說 他的作品裡面有一些是ChairGPD寫的 或者是從那邊應該來 但他還是得獎 他說可能有百分之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是那邊來 但那個能不能檢驗也只有他自己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條件還在變動 那所以現在大概無法做一個定論 不過如果你有想法用AI跟我現在實際的 實際的作為去結合的話 我覺得那是新的嘗試 其實在可以的範圍內是可以大量去試試看 挑戰大家的界限啊 尤其像常常有理之啊 挑戰大家的忍耐度嘛 之類的 那另外就是你說拍攝者的情緒 跟被拍攝者的情緒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這個就是剛剛我所介紹的作者裡面 有一些是拍攝者主導一切嘛 所以他的那個想法怎麼樣視覺化 就是變成是作品的核心 但也有一些是我共同在經驗這個過程 所以你要拍我我也要拍你 甚至你要照我的方式去拍 而這個過程當中所生產出來的 任何一方的形象都可能變成作品的要素 就像剛剛的仲田惠美拍他爸爸請他爸爸拍他 或者是那個金川普的那種作品 其實都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那種作品的時候 比較注重的是 我們兩個之間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生產這些影像 這個生產方式讓你想到什麼 而不是單純的畫面 所以那個時候我不會說 只有一個人的意思比較重 就像如果說像汪老師的作品的話 其實我覺得後期的部分 反而兒子在想什麼也是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兒子跟媽媽之間的妥協 現在大力的那種感覺會出來 就是他解決的角度會多一層 可以思考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會出現 所以這個實際上要看每一個作品去判斷 但是早期的話 我覺得攝影者的意識是主導一切的可能性比較強 所以我才稱他為精準的瞬間 通常是這樣 而現在比較不會 對 那個界限漸漸破除了 謝謝老師 嗯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覺得也差不多 不過今天算是很早接受 拍照 不過最後再講一下 剛才講那個拍攝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彭博他介紹了那個互拍這件事情 然後把 光影拍照這件事情在本來是隱藏在背後 因為就是一個看還有一個被看 結果這件事情拉出來 互看 然後他把這件事情跟私密或是私攝影 或是家族攝影這件事情把它 把它串連在一起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精采的 就是今天他整個講座環環相扣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 我剛才講功率變得真的是越來越高了 好 那也期待說未來 我們再請同學回來再講座 OK 好那今天我們的講座就到這邊 謝謝